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Linux核心实作课程 本周进行到第三周 在课程开始之前呢,请您注意到这边的公告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固定在每周二下午举办Linux核心设计课程 配合国定假期,我们在2月28日没有实体课程 但是,我们还是有线上课程 所以,如果你是Linux核心设计的课程 尤其是选修课这个课的同学呢 你一定要参加,至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线上测验 然后,这线上测验呢,就会包含第一周、第二周 以及我们现在进行的第三周 那这个跟之前一样 就是当我们在2月27日,就是现在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当天晚上可以看到录影 那进行方式是这样,就是说呢 请你在2月28日的下午3点 到当天结束之前,请你打开这个Google Calendar 那这个Google Calendar的预期呢,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这个...一些注意须知 好,所以就是请你到时候能够打开 好,那就说怎么去参加这个测验 好,那再次呢,我们每周都有作业 就前6周的话,我们每周都有作业 然后,第二周的作业已经指派 好,然后呢,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第一周的作业不能缴交 不是不用缴交 注意到,当然要缴交 这是2月28日开始来缴交 接着缴交时间呢,是3月7号 那之所以让大家乍看 好像没有那么快缴交 就是要是避免同学跟不上 就是如果说你连第一个作业都还没做 然后发现同学已经在写第二个 第三个作业的时候呢 你那种心理感觉很可怕,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先让大家心理感受 别那么严重 就是说不要让大家觉得 我一开始就落后同学太多太多 注意到呢,跟自己比 就是跟自己比自己有成长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课程有百至五十的分数 是由自己来评分的 当然你也不要心存侥幸了 这百分之五十的分数呢 是自己评分的 但是呢,这个内容呢 是在网记网络全部都看得到的 包含说你未来的雇主 是看得到的 那所以请你那个自我评调的时候 请认真写 有学到东西最重要 好,那第三次的作业呢 我们等一下会讲 然后呢,我们还在调整 就是所谓调整就是会加 某些部分重新设计 好,那一样呢 你在二月十八日的时候呢 参加这个测验 或者你打开这个 就是在二月十八日晚间 刷新这个页面 你就可以得到最新的内容 然后这个第三次的作业 就会反映到 我们前三次探讨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像 从指标啦 B-wise啦 还有包含说 本周提到一些西元的一些 使用的技巧 好,那这些东西都会涵盖在里面 然后呢,针对第一次的这个作业呢 我们在三月一号的晚上呢 安排检讨直播 好,那这个检讨直播呢 就会来回顾同学们写的这个作业 然后呢,就是 你可能会看到你的作业呢 被指教 好,那 那你说这个 我心里感受不舒服 对 好,那注意到 我们检讨的其实是Github账号 好,更正确来说 我们检讨的是Github账号的这个 的产出了 好,所以其实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好,你的个人资讯应该还是 被隐蔽的 好,那这部分我有问过的律师 好,那就是 我们就是 就事论事 好,注意到我们就是来讨论说 各位提交作业 还有说 你的开发记录 好,所以其实是 不是在检讨你 是检讨作业本身 好,那一样呢 你可以参照我们的这个Google Calendar 了解这个相关的资讯 那一样呢 这个地方也有 也有智慧的录影 那注意到本周的作业呢 跟这个检讨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本周会要求学员 来检讨其他同学的作业 好,那注意到呢 我们所谓的检讨呢 在汉语来讲 有一些负面意思 但是其实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太负面意思 其实就是说 来看我们去表扬别人做的好地方 去把别人的这个 有读到的见解 我们把它彰显 然后呢 当然过程中呢 可能会有些东西是疏于考虑 或者说他在表达 过程中也会可能缺乏一些调整 好,让你可能会误解 好,所以你可以要求 你可以跟我一样就是要求其他学员 也改进他的这个表达 好,你就很清楚写 改进汉语表达 好,就类似这种话 好,那注意到这个其实不是 不是什么伤害人的话 好,因为说的你要想 我们的共笔 是开放给公众看得到 好,所以你要想 如果公众呢 对阅读这个某个共笔呢 会有些奇异 好,或者说有些可能会一些 会错异,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的学员的付出 就打折了 好,那想 这个所谓的公众 有可能被帮 大家未来的雇主 好,未来的同事 主管们 所以其实你要想 就是说我们在学生阶段 就该为自己 好,做准备 就是我就该在学生阶段呢 就是我做东西就要给人看 好,就是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好,千万不要觉得说呢 到毕业那一刻呢 再去思考什么工作事情 人呢 是不可能到毕业那一刻呢 瞬间怎样 瞬间变得非常厉害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18岁以前跟18岁以后 你真的觉得18岁当天 就18岁当天的以前 或是18岁当天的后面 你自己的身体 心里真的有巨大差弊 怎么可能 当然没有 那同理呢 你出去工作也是一样 毕业之后也是一样 其实人的技能 不可能到毕业那一天瞬间变强 这是不可能的 其实你现在 尤其是在教学生 此之此刻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 的天分 自己的成长幅度是怎样 然后呢 为什么要个共鸣 其实就是 多一些机制呢 让外界可以去督促你 因为说真的 我们做一个大学教师 其实也很难 管得上各位 不要说 不要说一般的学员 我连我自己指导的 这个硕士生 博士生 我很多时候呢 我都变长莫及 像我住在台北 我都上课的时候 才去台南 其实说真的 我去台南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功能是 请学生吃饭 然后跟同学聊一下近况 然后有些地方做不好 我可能就是这样 当面讨论 但是说真的 大部分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是 看着同学们的城市 同学们的共笔 然后当然我们可以 安排一些讨论 那对一般的学员呢 其实 也是类似的 那我希望不管怎样呢 在这门课 让大家理解到 从小处做 其实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对细节 是非常重视的 然后你可以发现说 不只是我们 这么个重视细节 其实整个Linux Kernel 都非常重视细节 它从非常细的地方开始 一步一步扩充上去 绝对没有说 什么瞬间 什么毕业 或者18岁 瞬间的这样 瞬间就会大幅的成长 不可能 我们就是一点一滴的 所以我们对这些细节的重视 其实会反映到 各位理解这个 Linux核心上面 好 那这个是 以上是公告事项 那接着呢 那我们本周呢 的关键的地方就是 西远程设计 以及 并行程设计 那这个并行程设计呢 是大家第一次的一个 可能是大家第一次结束到 那但是其实它的概念呢 并没有多神奇 它的概念很多时候 就是在日常都看到了 只是说 你过去可能没有留意到 那就是并行 好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一次呢 好 就本周呢 我们会 我们的节奏是这样 我们就是快速看 Linux Kernel的这个 发展的回顾 然后呢 我们会来 让大家看一部电影 好 啊 至于它这部电影呢 呃 在后面呢 还会提得到 就是 就是在 对 这就是一部电影 然后呢 这部电影呢 非常棒 那我们就会来 做对应的那个 解说 好 然后就是 回顾Linux Kernel的这个 发展 然后呢 看这个 看这个 Revolution 这个 Revolution Always 这个电影 然后之后 就看戏源 跟并行程设计 好 然后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 好 所以那Linux Kernel呢 从1991年发展到现在呢 已经超过30年历史 然后这个30年呢 非常之精彩 好 你可以想到这30年 刚好呢 就是 呃 资讯科技的这个 你可以想到 就是资讯科技的缩影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 这个讲座 呃 一样呢 也跟过去一样 有录影 然后这个 我们是这个Folston Folston这个 开展影说 好 那怕有同学 不知道Folston Folston是全世界 呃 就是欧洲最大的 开放原始码 跟自由软体的研讨会 那其他的规模也是 呃 全世界最大的 那他的 在哪里举办呢 他就在 比利斯布尔赛尔 你可以想到 你把一个学校 把它包下来 你像成功大学这样 把整个学校包下来 好 然后呢 呃 学校每个系馆 都可以变成一个 就是 有点像大地游戏 你要跑很多系馆 然后去参加不同的这个 呃 不同 不同的议程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第一手的资讯 你可以看到Linus合建的第一手资讯 你可以看到GCC 看到LLVM 好 还有包含各样 这个 这个世界一流开放原始码的这个 这个专案的 第一手消息 好 然后你也可以了解到一些 很特别的议题 比方说 讲这个人工智慧 好 呃 不是讲技术 是讲人工智慧的一些伦理问题 人工智慧的一些 呃 争议 呃 然后可能会包含说一些 呃 软体授权 注意到软体授权呢 在这个Linus合建的 其实蛮 蛮关键的 我们在台湾很多时候就是 我觉得比较可惜 这地方是 很多人 呃 学到博士 那其实呢 对法律 其实没什么概念 这个是很可惜的 那注意到 呃 某个角度其实 也是主视者 有意为之的 因为说真的 如果 让同学在国小的时候 就了解法律 那你就可以对 对 对授课教师提出一些要求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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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对吧 你怎么意思啊 你可能在上课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些 呃 收证啊 或者说 有些争议啊 对不对 当然就是 太太早 让大家了解到 这个法律的 这个这个这个 行为 有时候 呃 在对于 对于我们过去的种 威权主义的时代 其实是很大困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呃 就算你念到博士 其实很可惜的方式 你对你没想法发现一件事啊 你就算你念到博士 你可能对法律的素养啊 其实好像没 没学到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想大学不是很多必修课 对不对 你在大学必修课 修不到什么法律的课 其实很悲哀 然后但是就是 就是不在台湾的现况啊 然后但是呢 在这个开放约事码里面呢 它是很多不同面向啊 有技术 有这个 法律 然后专利 然后呢 甚至有些文化 对没有听说啊 文化冲突呢 其实也是在 开放约事码 其实很关键的议题啊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是引用这个 Folston 就是刚才提到 全世界最大的 开放约事码研讨会 的开朗演说 然后呢 Folston呢 每一场录影 都有录影 每一场 不讲 每一场演讲都有录影 然后呢 这个相对应的这个简报呢 其实也可以开放存取 然后我们在学期末 本学期末呢 我们安排这个 成果发表 那么成果发表呢 也会比照Folston 就是我们全程直播 大家不要欢迎 就是你呢 我尊重你的自由 就是我尊重你投入的自由 但是呢 就是如果你投入的状况不好的话呢 直播的时候就看得到 直播看得到 对不对 刺激吧 对不对 欢迎你爸你妈一起来看 看自己孩子表现怎样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呢 除了直播以外呢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开发记录都要公诸于众 就是公诸于事 然后呢 这个简报的档案 然后呢 这个 里面的实验怎么做 那你就要能够让外界可以重现 那我们会邀请这个 业绩的朋友 那就会来 来参加大家的这个成果发表 就不会让大家孤单 然后呢 有同学说 这个 我如果住在台北呢 我住在北部要参加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在台南跟台北各会办 各会办一场 就是这个办这个成果发表 然后呢 我们会让你克服很多参与的问题 好 那回来看这个case 那这个开朗演讲呢 就像标题提到的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 Linus核心呢 在发展过程中 就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所以你看 solving big problem 对不对 就是说什么 你看 in small state 所以其实 我很喜欢这句话 就是 这句话真的很棒 对不对 就是我们左眼都是呢 就像我们在第一周课的介绍一样 我们左眼是一个各式各样工程的难题 但是我们从很小小的地方看着看 从词汇 对不对 很多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 都不要觉得 词汇 对 你说为什么那么龟毛 我们不把话讲清楚 就可能误解 然后呢 讲话精准很重要的 用词呢 要一致 就是这个 我们已经对一些用词 已经做规范 我们没法规范全部用词 但是我就精肯做这个规范 然后呢 强化的汉语表达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什么 很小的 看起来很小动作 这就是很重要对不对 然后呢 说这以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我们会要求大家对这个 回顾大家对数学认知 毕竟我们这么可能锁定的学生 是一个高年级的学生 就是可能大学部的这个三年级 四年级 还有研究所学生 就是高年级的学生 那过去呢 你或多或少都学了理论 那我们就希望呢 借由识作 把你过去所学的理论 可以彰写出来 那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循着Linus核心的步伐 在前进的 所以就是 solving big problem in small steps 好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Linus核心呢 从1991年发展 那你大概可以拆成 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从1991年到2001年 1991年到2001年呢 是Linus的第一个十年 这十年呢 就是Linus快速茁壮 人家会搭配这个 Revolution OS这部电影 我们做解说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前十年呢 这是非常快的一个茁壮 但是呢 这个快速茁壮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东西呢 是不成熟的 那有一些不成熟问题 就围绕在SNP 就我们正会叫 对称多处理 对称多处理器的这样一个架构 就是Linus核心呢 从1991年发展 其实就很快就吸引到 各式各样开发展的目光 但是它很多内部设计呢 其实是不成熟的 所以导致着 前十年有各式各样批评 就是人家认为说 很多的开发者 还是认定说 Linus核心是一个玩具 但是呢 从2001年到现在呢 就Linus 我认为是发展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时期 这第二个时期呢 它就整个丁的是 快速商业化 所以很多技术问题呢 其实是陆续被排除了 包括说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这个Big KL Big Come Luck 那这个东西呢 你在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在这个发展动态 这个讲座呢 其实你大概只能看到一些皮毛 但是呢 就算只有皮毛 但是也可以让你要解释 哇 原来这些问题 比方说Big KL 两位看到Big KL 其实它的这个 对科诺的冲击呢 是非常之大 换言之呢 如果科诺不 不消灭这些 这个这个 不适当的设计呢 会让科诺 没有机会走向这个 专业的领域 但是Linus核心呢 很幸运的 他大量的开发者投入了 就陆续克服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这过程中呢 有很多新的议题跑出来 比方说这个虚拟化 那注意到这个 这个虚拟化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因为呢 过去在我们讲虚拟化 张德斯基讲虚拟化的时候呢 其实很大问题 是卡在这个硬体 就是说其实当时的虚拟化 在1960年代就存在了 对没有听错 虚拟化你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现代的 现在一个 现在一些新的技术 但是事实上不是 1960年代就有虚拟化技术 但是呢 1960年代的虚拟化呢 其实它有很大的障碍 所以导致呢 其实只有特定的硬体 它才能够 让虚拟化能够有效运作 但是这件事呢 从2001年以后呢 有很大的改变 例如会有Zen XEN 这个念成Zen Zen这个计划呢 在2001年以后呢 有非常巨大的突破 那它最早是源自 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 那后来也获得Microsoft 一类的公司的投入 那这个原本的开发团队 后来这个并入那个Citrus 这我们之后会参讨 那总之就说呢 它有强大的这个商业的后盾 那所以当这个虚拟化技术呢 得以呢 在Linux的基础上呢 快速的发展 然后呢 在2006年呢 有一个化石带东西叫KBM KBM是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虚拟化技术 但是它用非常精简的方式做出来 它最初的版本只有2万行 而且呢 这个2万行刚好搭 搭上一个很重要的风草 是什么呢 就是硬体 就是Intel也好 MD也好 陆续加入硬体的 这个虚拟化的实作 所以呢 导致呢 这个KBM呢 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事件 就是说 过去要做虚拟化的时候呢 其实硬体呢 需要做很大的调整 而且它可能非常贵 可能是爱变动公司 才有办法做得起 然后呢 或者说像Zen Zen其实它不需要 太特别的硬体资源 但是它就是 它可能 它可能就是 就算它效率很好 但是它可能需要 对 作为熊做很大的一个变更 才有办法达到虚拟化的效果 但是KBM是很特别的 它可以让你做到 几乎作为熊 不需要做太大的变更 像刚才讲2万行 你可能觉得2万很多 大家想 Needs Cano现在多少万行 像Needs Cano三千万行 这三千万行分之2 分之2万 其实是很小的东西 然后你要想 就是说呢 KBM呢 就是搭配了Intel跟MD 陆续提供硬体的虚拟化机制 所以它就是变成一个 快速发展 Needs核心有很多技术 它其实从很小小的东西 然后快速增长 跟它同时起来 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然后牛步的发展 然后Needs Cano的风格是 小东西 然后快速发展 那我希望你在这学期也感受到 小东西快速发展 当然这个所谓小东西快速发展 你要占得很踏实 这个是我们在课程中 作业非常在意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跟很多课程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很在意作业 你看我们还安排检讨直播 帮你翻译成白话文 白话文就是什么 白话文就是编师 编同学的这个作业 没想到编 给你录影 对不对 让你那个YouTube看得清楚 但是呢 放心 我们只有编GitHub账号 不要太紧张 我们编东西呢 我们的确有编 但是呢 就是编册东西的是GitHub账号 不是针对你 然后呢 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亚马逊 有什么 亚马逊有这个EC2 就是那个AWS上的这个EC2平台 然后Google这个Google Cloud GCP Google Cloud Playform 编习叫GCP 那不管是这个亚马逊 还是Google 其实呢 它背后的虚拟化技术 就是用KVN 但是呢 它又不是只使用KVN 原本的程式嘛 它做了很多调整 然后我们在这学期呢 有位来探讨这个讯化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是注意到 这个东西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新技术 其实这东西已经存在了 我们在这门课呢 基本上不会跟你讲什么创新 创新唯一的理由是什么 是原本东西做不好 我们在这边呢 其实我们不喜欢这个创新的词 但是我在学校啦 我在一些工部门 像我有时候会被经济部啦 教育部啦 然后还有一些数位发展部啦 这些部门 找去当评审啦 那国发挥的那种 也是给一些意见 然后那 这没什么了不起啊 我只是去赚外快啦 我不是什么很崇高的想法 很理念 但是赚这些外快呢 其实有时候也蛮难过的啦 就是说这个国家队友也蛮好的 让我不至于领一个小时700块的终点费吧 你知道大学教授有行情价 然后这个学校给我加了比较多一点 就是给我学校一个小时给我720块 然后那个国家对我也不错 就给我一些审查一些机会啦 所以审查一个案子可能就几千块几万块 加减赚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看那些审查这些计划的时候 有时候难过的地方是啊 唉 就是呢 很多东西都讲创新 但是说真的 它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这才是我们在工程上在意的事情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Ninstved 跟Sigur 这个东西非常之强大 你可能有听过这个词 叫做Container 那像这个 可能有个东西啊 你可能听过吧 Darker 就是Linus上的 很有名的技术 那这个就是刚才讲 这个容器的技术 Linus Container技术 然后这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吗 这个东西呢 它是建构在Ninstved 跟Sigur 那而且呢 Ninstved 跟Sigur 当初呢 是在解决不同问题 但是后来呢 变成Container 的基础建设 其实Linus 科统很多东西就长这样 就是说 它一开始要解决问题呢 可能是 你没想到的东西 比方说呢 有个东西叫 EBPF 当初要解决问题呢 它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是要解决 网路风暴的 过滤 网路风暴的 处理 所以它其实刚开始着重的东西 是个网路风暴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EBPF呢 变成Linus 科统 几乎每个环节 都碰得到东西 档案系统碰得到 然后呢 这个Schedule碰得到 然后这个 另外转位碰得到 那当然 网路的这个 纸架构呢 其实也看得到 纸系统也看得到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其实一开始 它就是一个解决一个小问题 但是后来就延伸 这个是 Linus 科统呢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要重视细节 那这也是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成果发表 那个成果发表 让大家怎么 让大家做东西呢 被公众可以收支 那你很难讲说 你会之后跟什么样的人合作 好 那当你成果发表 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适合这一行的话呢 早一点发现 那该去调整 然后该去重考 该做什么事 就找你去做 好 好 然后呢 这个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有个东西呢 叫 Pre-End RP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在课程上会 呃 呃 过程会多讲几次的 因为毕竟这是我这几年花 花心力在这上面 好 这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让Linus Kernel 可以变成一个 硬即时 就hard real-time的作业系统 所以 你可能在一些文章上 探讨说Linus的那个即止能力 好 Linus在工业控制呢 可能就有些受限 注意到那个是Linus前十年的事情 但是呢 Linus在第20年开始呢 到现在 讲到第10年开始到现在 呃 第21年到开始到现在 其实是很不同的 Linus加入很多商业作业秀 才有的特征 所以事实上呢 Linus现在 其实就是货真价实 可以来处理什么 硬即时的 好 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个Linus呢 其实可以用在SpaceX 不是拿来做SpaceX的云端而已 SpaceX上的什么 它的那个飞龙号 飞龙号上面就有Linus 而且呢 它的即时能力 不会输给商业的作业系统 好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好 然后呢 再来是AIO 好 那这个AIO呢 也是一样 就是 呃 也是我 我在最近会来强调的 不只是我强调的 其实整个Linus科统也是很在意这个议题 好 那最近我们在看这个议程之前呢 好 那请你就是要先 呃 先复习这个 第二周 第二周我们有讲到什么 作业系统 术语及概念 这个讲座 好 然后 哦 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业界的朋友呢 可以考虑一下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连结 就是我们近期呢 又又要跟同学 要不然跟公众 公众来募款 那这个跟公众募款呢 有几个点吧 就是说我们要 让学生可以去 呃 出席国际研讨会 好 让学生有一些硬体 好 然后可以处理 好 那 呃 去年呢 很很 我很荣幸的 好 就是去年有已经好几个同学 好 能够 能够这个 在Linus基金会 好 举办的这个研讨会 发表成果 好 那我希望呢 今年也可以有这些学生 好 也可以有更多学生 好 可以来参与 好 那当然这就需要一点 呃 经费 好 所以这个 这个 那个业绩的朋友呢 请你考虑 好 考虑 就 捐助一下我们 好 那这个 你可以有钱出钱 好 那有硬体出硬体 好 然后如果说呢 你知道呢 有其他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这个 课程 好 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 或者更好的 这个 呃 更好的一个 接触到 一些企业的话呢 这一版呢 恰好呢 恰好呢 就是 有很多机制呢 一直延续到今 就像 好像什么巨大挑战 其实不是啊 就是 NINES CONOX 就是持续发展 照NINES基金会的这个统计 好 每小时呢 每小时会有八次的那个变更 好 主要不是改八行 就是八次的对面是讲那个 commit 就是 你可以书书看 然后你自己写作用有几个 commit 好 那所以 每小时可以有八次 好 平均八次 好 那所以八次的话 可能是 几百行 几千行 的修改都有可能 好 而且呢 NINES CONOX 不是只有累积吧 它其实过去旧的层次 有些不合时宜的 或者没有维护 或者就会丢弃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NINES CONOX 2.4呢 它为什么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程式码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这个开发模式呢 也 也变更了 然后 到2.6的时代呢 这个 变更呢 就更 更具体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程式码 像我当初呢 在学习NINES CONOX 这个程式码 大概就是百万行的规模 就 我是1997年 那时候学的话 那学习的就是百万行规模 但各位学的时候 已经是千万行规模 百万行到千万行呢 不是差十倍 其实那个差距的 那个 那个工程投入呢 是非常惊人 就是 你自己想看啊 你写作业写到现在 对不对 你才写几行 你输入看 你可以输入看你写几行 但是要去斟酌推敲 让它写出正确 高效 但有多难 非常之难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NINES CONOX 它这方面的价值 其实就是 它汇集了 很多开发者的心血 而且它变成一个 推动很多产业的 重要趋力 好 但注意到 NINES核心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是 走路为需求而升级 就是呢 像 NINES CONOX 当初呢 在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 最常我们在 另外一个讲座 讲这个 NINES CONOX 的时候我们会回顾 整个 NINES核心的 发展 那NINES核心呢 那时候发展呢 其实就是会着重在 就在第一个十年 其实刚好 刚好踏上什么呢 踏上另外一个 那个 这个浪 浪潮 这个浪潮就是 网记网路 所以你看 1991年 然后呢 1993年发生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网记网路 当然网记网路的历史呢 其实很难追 但是我们可以 一般说1993年 因为 1993年 那时候网记网路 推出的时候呢 开始有公司 开始做商业化 不然说 1994年 Yahoo 1994年推出 然后呢 反正这个 NINES 刚好呢 在网记网路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台电脑 如果按照 就在 在那个 那个年代 一台电脑 你买一台个人电脑 如果你安装Windows 那就是个娱乐型 或是一个 办公型的 这个 环境 但是呢 你如果 一台个人电脑 安装Linus 它瞬间就变成 Server 就是可以当伺服器 所以像那个年代呢 这个 那个年代 一些BBS呢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一台普通的电脑 安装Linus 然后呢 来当这个 BBS 那我 我自己呢 维护的一个系统呢 过去维护的系统 叫做梦思大帝 这是我过去的 有参与维护的一个系统 那也是这样 就是它其实 它的轨迹呢 它的轨迹可以追溯到 1995年 然后 这个系统呢 很特别 它是早期呢 唯一呢 学校 不是 不是学校 唯一学生呢 在学校里面 就是校园的 这个 校园的 BBS 唯一有 全部由学生经营的 因为当时呢 像这个 焦大职工啦 清大职工啦 台大职工啦 还有中山大学的 这个校园里面 其实都有BBS 但是呢 这个 孟思大帝很特别 他就是 一开始就是 由学生去建立的 然后由学生 维护的 好 那我也是 这个站的 以前的系统站长 我们那时候呢 其实就很多 那种需求 需求就是考虑到 这个 考虑到 这个 他的 我们要花很多力气 去调整 他的那个 流量 那像我呢 我刚好 那个年代 刚好遇到一个 有趣的事情 遇到那个 成大NP3事件 对这个 成大NP3事件 然后这个 还有为一七百克 好 那个成大NP3事件的时候呢 刚好是2001年 然后呢 这个故事 你自己去看 那我 总之呢 就是 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人 叫杨慧如 杨慧如是我学姐 然后 主要我现在不想 不想 不想讲 讲他的什么 正面跟负面的评价 我不想讲 就是论事来讲 就是呢 这个 当时呢 杨慧如呢 就 呃 讲话讲得很 很明确 就讲话讲得很大声 因为就是 因为发生 成大NP3事件呢 杨慧如呢 就 杨慧如学姐呢 就趁机呢 做很多动作 然后他那时候就开始问说 为什么孟之大帝 没办法承受那么大流量 哦拜托 我们孟之大帝本来就是一台 普通的电脑 对吧 你要想 孟之大帝当时的电脑的配置呢 大概什么等级呢 你拿出你的 Apple Watch 然后你把Apple Watch 大概折一半 不精确的时候 就是你把Apple Watch 一半的功能折掉 因为当时我们用的电脑呢 就是Penton 200 不要坏油 我们就用的是Penton 200 什么叫Penton 200呢 Penton 200就是 Intel Penton处理器 200MHz 叫Penton 200 就这个等级的硬体 然后呢 我们当时用的主机体呢 只有640 不到我们加比较多 128M 128M的那个 有那么大吗 先看 我们一开始只有64M 然后呢 承担MP3事件 让我很忙碌 就是 哎呀 因为就是杨慧如 就是施压说 你们孟之大帝 为什么没办法承受那么多人 所以我们花很多力去调 就是 因为那时候 大概3000人 那个系统就会卡住 那我后来就调调调 什么4000人 5000人 就开始调整 然后 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到 Linus 为什么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呢 其实呢 就是因为呢 你看到我们学生架设BBS 其实 就是用自己的电脑 对不对 因为 因为 之所以学校不干预 就是因为学校 没有特别的事情 对吧 因为学校让我们可以上网 所以我们就 我们的这个 呃 成大化工系的学长 就注意郑先生呢 就 就就就就架设 在自己的电脑 在这个宿舍 或者说在系管 就架设一台电脑 那他架设电脑 就是用自己的电脑 但是跑Linus 然后呢 再安装BBS的主程式 就可以启动系统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酷吧 好 那 所以注意点 当时的Linus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让很多这个 那个网机网路啦 或者像BBS这样的东西 可以可以运作 但是呢 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呢 因为当时就遇到很多 那种效能问题 这个效能问题 很多时候呢 是来自 Linus核心内部的设计 所以为什么这么可能 叫Linus核心设计 最大我们讲的设计 不是design 我们讲的是 internals 就是讲这个什么 他的内部的行为 他的那个 从这个 内部怎么规划 内部做了一些考虑 然后呢 这个程式嘛 又怎么去彰显 所投入的状况 然后 那显然呢 在网机网路的年代呢 Web server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2.4的时候 提出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K HTDVD 注意到呢 Linus核心的命名风格 这样子啊 就是前面开头是K 你大家就猜得出来 就是这个89 不是意思 前面开头有一个K的 就可以猜得出来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 Kernel 然后就是Kernel-based Web server 所以这个 它的这个 它就引Kernel HTVD 这个D呢 是那个D门 就是那个背景程式的意思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酷的地方是 这个KHTVD呢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的机制 因为它把Web server 直接运作在Linus Kernel里面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当时的Linus Kernel呢 在Countest Switch 其实它代价比较大 然后呢 如果说呢 你的这个Web server呢 执行在这个User Space 所以你常常需要什么呢 你需要把这个Kernel Space的资料 Copy到User Space 然后呢 你需要做Countest Switch 然后因为当时的这个 刚刚讲的Countest Switch的成本比较大 而且当时的这个 在很多部分呢 其实它的那个 切换成本很高 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KHTVD 这样的东西 虽然这个东西呢 的存在 让Linus Kernel可以在这个 很差的硬体 可以处理很大量的 这个Concurrent 就是很大的并行 很大的流量 但是呢 它有很显在的问题 就是呢 第一个呢 如果KHTVD 做一个Web server 它Crash 它Crash的话呢 Kernel会怎样 那当然也是Crash 为什么 因为KHTVD 就是Linus Kernel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它的Crash的话呢 整个Linus Kernel 也会跟着Crash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Web server其实呢 它不是只是 你要求看什么内容 它就回传什么内容 其实你想嘛 同样是打开这个 打开什么 打开 Gmail 对不对 你看到内容 跟我看到内容 那为什么你看到内容 跟我看到内容不同 因为你跟我的账号不同 那这个内容呢 其实都是怎样 都会由Web server 去依据不同的账号 依据不同 复杂的逻辑 去的 会有复杂的资料 存取的路径 对吧 然后呢 所以呢 你可以想象说呢 现代Web server 它其实是个动态系统 但是呢 如果把这样动态系统 全部搬到Linus Kernel呢 那Kernel会变得涌起不堪 而且任何一个小错误 都可能让Linus kind of crash 这是刚才讲的 这个稳定度的问题 然后呢 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时的Linus呢 其实从2.0开始 就支援对称多和 对称多处理器的架构 就是SMP 但是 当时的效能不好 没办法发挥这个优势 就是说 给你 给你两个处理器 给你四个处理器 给你八个处理器 对不起 其实 这些 随着硬体规模的扩展 其实当时的Linus 的资料吞吐量 我们整个 我们把这个数语叫做throughput throughput的定义就是什么 throughput就是单位时间内 能够处理的资料总量 不会随着硬体规模的提升 而变得更多 那 有个不精准的对应是什么 就是 你老爸呢 不给你零用钱的时候 你扛成大电机 那你老爸一个月 给你1000块的时候呢 你可以扛什么 台大电机 那你老爸如果一个月 给你1万块的话 可不可以扛台大一科 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 表示你的skipip理不错 但是很多时候 你没办法 不是给你越多钱 你可以考上更好的学校 你会有一个难度 给你一点激励 你是可以考更好的 但是你要从成大电机 一路跳台大一科 还是有点差别 对不对 就是那个 我们其实大部分考生 都没有有这样好的skipip理 然后呢 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时很多开发者 花力气在解决牛角尖上 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好 那既然讲到Revolution always 我们就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讲座 最后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纪录片 然后这个纪录片很难懂 因此我这边就做了很多解释 好 那这边我们讲几个 有意思的东西 好 这个Brian呢 Brian这里面就是 他就去归结 就是讲这个Linus Linus之所以会获得 快速成长的 有个很重要因素呢 就是网际网路 那这边呢 这边有录影 就是你可以卷到这个 就是卷到这个录影 然后这个人可以留意到 他是Apache基金会的创办人 然后Apache基金会呢 是全世界 最大的开放原始码 的组织 就是Linus Kernel的原始程式码 有三千万 你会觉得很惊人 但是注意到他还不是最大的 Apache基金会 所管辖原始程式码呢 他早就上一行了 对 你没听说 上一行 然后呢 其实呢 一开始的Linus 它一开始是比较无聊的东西 虽然就是 它就是一个玩具 一开始就玩具 但是呢 有很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Apache出现 Apache呢 它现在是一个基金会 我们称呼叫Apache 收备Foundation 但是呢 我们在上个世纪讲Apache的时候呢 其实在讲Web Server 然后那时候呢 Apache作为一个Web Server 它提供很多外挂的模组 然后可以去强化 然后所以就像刚刚提到 你普通电脑装一个Linus 然后再装一个Apache Web Server之后呢 你就可以当来伺服器 你就可以拿来赚钱 就是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不需要太复杂的这个硬体 就普通的各种电脑就可以了 上个世纪和普通的电脑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次Linus获得一个 巨大成功的因素 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非常惊人 你看到 横轴的是时间 它统计时间很有限 就从1995年到2003年 这个可能就各位出生年代 大家出生年代是什么 就大概2000年上下吧 2000年前后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个Apache 其实它一开始市占很低的啊 就Apache呢 就是1995年提出 其实一开始市占不高的 但是呢 你看它很狂的事情 1995年到1998年 对不对 它市占就冲到什么 就冲到超过50%了 然后呢 到了2000年的时候 稳定的嘛 稳定在7成上下 为什么 Internet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到 因为以前Internet 可能需要很 很厉害的公司 才能够的嘛 才能够经营 但是现在不一样 就是你才更不一样 然后Web社会装一装 就可以 就可以运作了 同时 有些网站可以看看啊 比如Microsoft 然后你看哦 Microsoft呢 其实它自己有Web server 它Web server 当时Web server叫做 IIS 这个 Microsoft IIS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哎 Microsoft是一个 很成功的公司 你看哦 你要知道那个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怎么概念的嘛 就是比尔盖茨 成为世界首富 就大概这个时候 而且残联了一阵子 就是你看 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呢 但是对不起 IIS的市战呢 其实还是很有限 对吧 就是你看它的数字呢 就是 其实跟那个 Apache比起来 对吧 就是你看它的时间 也是接近的 对吧 就是Apache 跟IIS的出现时间 也是接近的 但是Apache Web server呢 被采闹的程度 显然好于什么 优于这个IS 那过程中呢 也会看到其他的Web server 比方说这个Lite LiG HTTPD 我们不然念叫Lite Lite的话 你看到 其实它也是早期存在的 甚至有一点的嘛 有点市战 那后来它的市战就大幅降低了 那就后来就走向一些 嵌入私企的 然后过程中呢 你也看到Google Google 抱歉 Google Google的图应该是在另外一个 你可能要点这张图 好 那总之就说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Linus获得巨大成功的 就是因为Internet 然后 我们在这门课 我们也会揣摩当初 Linus kernel成功的因素 然后跟大家去强调 比方说呢 你可以 如果你看我们那个 我们的讲座的 课程内容 你可以看到我们 后面有几个部分呢 就会讲这个Linus的Concurrency 讲Linus用于Web server 就是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Linus kernel呢 跟Web server 你乍看之后 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 不相关的事情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一体两面 因为Apache 在内的Web server 太成功了 然后进一步 拉升Linus kernel的事战 那Linus kernel一旦 提升了事战之后呢 就很多问题就冒出来了 就是过去呢 它可能变成一个玩具 或者一个简单设计 那但是后来就呢 后来就是必须要改善这些效能 而且呢 要解决刚才讲的那种 稳定性的问题 然后呢 如果呢 什么效能不好 就把它塞到kernel里面呢 你会发现照这个悲剧来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就会把那个 一堆东西塞到这个图形里面 你要知道就是像 Windows NT就是一个悲剧 你要知道Windows NT呢 在上个世纪发展的时候呢 叫做Micro kernel 但是后来它发展的这个kernel 这个Micro kernel多大 20MB 你没听错 20MB的Micro kernel 听起来很荒谬 20MB对不对 20MB对不对 你要想 上个世纪的20MB就多大 对不对 但是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因为 那时Windows NT遇到 Graphics效能不好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Graphics塞进kernel 然后呢 后来发现那个keyboard呢 效能不好的时候 就是把keyboard塞进kernel里面 反正越塞东西越多 搞到后来连font engine 就是那个font 就是那个字型 对不对 就Adobe那个font 那些font都塞到kernel里面 所以如果 你有在看那个Windows NT的 那个Windows的安全 那个安全汇报 你会发现有趣 就是 那个font engine 就是那个字型的引擎 如果读到一些有问题的 true type的字型的时候呢 会导致kernel这样 会crash 你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载入一个TTF呢 对不对 载入一个 自行党 竟然会让kernel crash 不要怀疑 就是Windows NT就干了这种事 所以Windows NT差点呢 干了一个Windows NT当年的 什么东西做不好 什么东西效能瓶颈不好 就把它塞进kernel 当初差点什么 走到这件事 但后来呢 就重新找到自己的步伐 只是提供机制 不提供策略 就是说 我不把这个web社会 Database这些东西 塞进kernel 只提出什么东西呢 对效能影响最大 就把东西做在 把那个重要的机制放在这里面 但是真正实作的 其实还是把这个userspace 好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两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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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Lin的核心呢 在网际网路的这个 呃 衬托 还有这个钢磁的时空背景呢 获得巨大的这个 呃 趋力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请你不要再把Database kernel 只是当作另外一个 作为系统的核心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他就是整个产业的缩影 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个什么 他的时空背景 你才有办法什么 了解过去 展望未来 当然就要把握当下啦 好 然后呢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SMP 好 那今年呢 刚好有一个 呃 你可能不是那么重视的事件 但是我们这些老人家在意的事件 就铁达你好 这个铁达你好 就我高中的时候 这个很知名的那个 这个电影 呃 我高中呢 三年住校 三年住校 然后那个 你知道学校就管得比较严格 就是 你可能很难理解 我们那个年代呢 呃 我住校三年 高那个高中宿 台中宿宿宿呢 是没有冷气的 对 你们有听错 高中宿宿没有冷气 对不对 你们会觉得 咳 怎么可能 而且最凋的地方 什么 有一个家长 跟学校说 他儿子呢 他儿子呢 睡上瀑 然后呢 那个 他儿子不喜欢碰到电风扇 你说 你说 呃 呃 那这样有没有受伤 重点不是怎么受伤 那总之呢 学校就要求了 宿舍不准开电扇 对 你们有听错 宿舍没有冷气 没有电扇 然后 所以 我们住校三年 就遇到一个天才家长 而且我觉得最干的地方是 那个天才家长的儿子 他的贵公子 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住校的 对不对 你要想 那么热的天气 你有住过宿舍 知道那个宿舍这么热 那么拥挤 然后呢 不准开电扇 多靠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热到怎么办 我就知道睡地板 因为太太了 然后你知道 一对男生睡地板 那个地板就是 你懂吗 就很多那个 很多 就变得很丰富 然后 但是呢 那个铁达尼号呢 是 这个抚平 我们心中的痛楚了 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电影 然后那时候呢 还有那个 五个小时的版本 就是一般电影 上线是两个小时嘛 就两个多小时这样 然后那 但是有五个小时的 特别版本 然后呢 那个铁达尼号上映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人 就是 这个 翻墙就翻出去 就算很乖的 那种乖乖牌的同学 也为了铁达尼号 翻墙翻出去 然后呢 今年那个铁达尼号呢 就是纪念25周年 重新上映 那铁达尼号跟Linus 是有关系的 注意到 我刚才跟你讲这个东西 我讲古呢 其实都是有梗的 然后Linus呢 跟铁达尼是大有关系 不是有关系 是大有关系 比方说你知道 雷达尼号 雷达尼号呢 其实是已经被IBM收购 而且成为新的IBM 雷达尼号 然后呢 这个 雷达尼号 在 在2018年的时候呢 由IBM宣布 每股190块呢 被雷达收购 而且呢 IBM收购了雷达之后呢 整个公司的方向呢 就变成雷达的方向 那所以你看 原雷达的执行长 成为 成为原本的这个管理团队 然后直接对 当时的那个执行长负责 然后呢 他创下IBM史上最大的收购记录 也是美国史上第三个 的交易 然后呢 你要知道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哦 雷达 现在已经变成IBM的一部分了 对吧 他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巨头了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铁达尼号的新闻 其实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 你要知道就是 很多新闻稿呢 其实发了之后呢 就没什么特别值得一输了 就是时间到就会散掉 如果 尤其是业界朋友知道 贵公司 或者你以前待过公司 可能发了很多新闻稿 但是过一段时间 这个新闻稿就慢慢的消失了 只是会在网继网的搜寻记录看得到 但是这个不一样 这个记录呢 1997年到现在 是一直都在的 就表示什么 雷达很重视 不然说现在IBM重视这个讯息 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而且这次的讯息呢 跟Linus Kernel的发展呢 其实有很大的这个观点 因为Linus Kernel发展 免不了需要商业公司的推进 好 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 铁达尼号呢 它的这个特效效果 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当时人们 其实也不知道 特效效果可以做多好 然后你看哦 铁达尼号就是要沉下去了 然后当初呢 这个卡梅隆 卡梅隆 詹姆斯卡梅隆呢 就是导演 那当时呢 他就希望呢 拍非常逼震的效果 然后呢 所以他当时呢 甚至去打造一艘船 就是为了拍铁达尼号 打造了一艘船 但是比较特别 就是一艘船的一半 就是因为拍出整艘船 是很 弄出整艘船是很困难的 他就盖了这个建造的 这个半艘船 因为要拍出那个 船沉下去 然后最后那个 Jack Ross 那种无助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这个负责呢 制作建议特效公司呢 叫Digital Domain 好 那Digital Domain呢 也值得去提 Digital Domain现在老板是谁呢 Digital Domain现在老板呢 是谢贤 哎 你们好 谢贤这个名字 好像有小熟悉啊 对不对 谢霆风大霸 对 没有听话 谢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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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不对 Digital Domain 他的这个中文名字叫 数字王国 那这个就是 现在的 现在那个 现在那个 执行党 谢谢 谢谢安 反正就跟他老板有关系啦 然后 然后呢 这个当时 因为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所以那时候 动用到很多台电脑 然后你有趣 你看到 105台电脑执行 Rehead 的Linus 然后呢 200多台执行SGI 那 无数台执行Windows NT 然后SGI呢 你可以去查 就是当时的那个 熊霸一天的 那个 电算 电算领域的教主 就是说 他是算 那个 就是当时 那个专业运算 其实用到SGI 但他这个东西贵 然后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然SGI在内 其实都说 这么 咱们是卡梅隆 要拍的效果 太难做了 第一次Domaini 那时候也是很苦恼啊 因为当时 你要找 在上个世纪 那运算很弱的 不像现在 大家打几个字 然后AI就跑出一个 要女生有女生 要男生有男生 要外星人有外星人 那个年代不一样 那个运算量非常之大 然后呢 这个 你要不要小开 这一百多台 这一百多台的 跑Linus 的电脑 其实呢 就证明什么事情 这个 用最少 最少的成本 用最少的成本 然后做出 做出 最大的效益 所以就很划算投资 那也因为铁达尼号 开始呢 动画公司 慢慢的 不是慢 赶快的 就赶快去采用Linus 就是物美价廉 所以你看 原本的硬体呢 是比方说 这个Intel等级的处理器 但是呢 执行Linus 就可以当公路站 然后上面有 很丰富的 这个开发资源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今天用Windows NT 或者用这个 Digital的Alpha 他们就很贵 但是他能做的事情 是比较有限制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 很不同的时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一直到今天 那个Redhead的网站 都可以看到 提打尼号 就是因为这件事呢 其实是一个 Linus呢 商业化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转捏点 就是说 当时呢 帮Redhead在内 其实 当时Linus 以Linus做商业化的公司 其实没有办法赚大钱 要过了很久很久 才赚 才成为这个 Rinhead过了很久 才变成IB人一部分 那本益比变成50亿倍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因为电影公司的背书 其实就是表示什么 Linus呢 其实就能够用在这个领域 然后呢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么 有一百多台呢 做这些 就是跑Redhead Linus 做这上面的运算 然后呢 这其实呢 也涉及到多核处理器 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Linus在1995年 开始就能够在 i386 i386是Intel Intel 386电脑 就是当初呢 这个Linus Thomas呢 在赫兴基大学 就是使用386 486电脑发展的 这个Linus Kernel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架构 叫i386 你也可以叫i486 不过就是因为 向下相融嘛 因为486就可以 向下相融到i386 所以我们在硬体架构的名字 会讲i386 然后呢 1995年的时候呢 额外支援这个Alpha Digital Alpha 这我们之后上课会讲 然后呢 这个Alpha呢 就是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我们讲Intel呢 就是物美价廉的那个面向 注意到 在上个世纪呢 Intel给的那件印象 叫物美价廉 那是真正做专业的话 是像那个Digital的Alpha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世界一流的那个 世界一流的这个 运算平台 那不过呢 那不过呢 很不信任上是 算Digital 就DC这家公司呢 有世界一流的运算平台 但是因为就是经营的关系 导致的这个Alpha 它没办法获得这个 商业上没办法那么成功 技术上是非常成功 但是商业上没办法获得很大的成功 但不要难过 Alpha那一票了 就加入了这个 加入了哪里 哪家公司呢 MD 所以你看到 原本MD呢 是跟在Intel屁股后面 当个小老弟的 但是Alpha这群工程师 加入MD之后呢 这个MD呢 就是脱胎换股 当然是夸张化的 脱胎换股 然后呢 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超越 超越什么 Intel 然后呢 这我们就要讲到一个 很神奇的人 Jim Keller 那他以前呢 就在Alpha团队 这个精兵大神 那这个 快速来看他的那个经历吧 好 他当年呢 就在Alpha 为什么多广告 好烦啊 好烦啊 呃 呃 呃 哎呀 这有什么 欸 有有有有 有点耐心啊 Jim Keller 好 注意到这就是这个 传奇人物 好 那他当年呢 在他当年的领域呢 就是在那个Digital 然后就做那个刚刚讲的那个Alpha Alpha的那个 Alpha的工作站 然后 等我一下 很多广告 有点烦 嗯 嗯 好 那你看到他的职业生涯始于Digital 好 就是就是呃 这家公司叫Digital 好 那缩写叫这个 因为他的全名叫Digital Equipment Company 那所以呢就是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那所以缩写就要DC 那他有参与这个Alpha 21264 那刚刚有 刚刚这个共笔商有提到的吗 有提到这个名字 然后呢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就是 他当时离开Digital 加入MD 那参与全新的架构发展 然后让MD呢 就是真的翻身了 就是以前他是就是 就是长期来就老问 但是他就是沉浸一段时间就打败了Intel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一些Intel 像这个S8664的指定机呢 其实是谁发展的 是MD发展的 你属于讲啊 这个S866呢是谁 谁发展的 是Intel开始的 但是S864呢 是谁发展的 是MD 所以呢 这个东西这个架构也叫什么 MD64 所以很有趣哦 你现在执行的这个 你现在在个人电脑上跑的这个程式呢 他用的架构呢 就是MD64 跑在Intel指定机 处理器上面 库办 好 然后呢 呃 我特别跟你讲这件事呢 就是提醒你啊 其实你要了解这个发展的脉络 然后呢 呃 这个Alpha呢 它就是以多核著称 它的多核呢 是很早就到这个业界 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境界 然后Linus呢 在支援SMP呢 其实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 呃 当年呢 我也要能够支援SMP呢 虽然很早呢 在Linus kernel 2.0的时候 就宣布有支援了 但是它的效能很差 好 有个东西就有个悲剧叫BKL 好 BKL全名叫Big kernel lock 好 这个Big呢 是讲哪里Big呢 是说呢 呃 呃 我们有多核对不对 好 我们你就想要我进入四核吹气 好 那我们今天无可避免 就有这个Semiphone Mutex 对不对 就是有这种同步机制 好 但是呢 当时的同步机制呢 很很糟糕 就是它有多那个 呃 就是你会听过那个Beezy weight 好 那Beezy weighting这种东西在 比方说Spinlock这种很常见 对不对 但是很不信的地方是呢 这一个Big kernel出现的时候呢 哦 它就相对所有处理器 你假的有四核处理器 好 那对不起 那其他三核都要跟 就要跟着卡住 欸 你有没有听错 你现在不是叫四核处理器吗 但是其他三核都卡住 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很熟悉吗 就是你大学做报告 对不对 就是你 哦 这么认真的同学 一个人给我 对吧 能者多拉拜托拉认真做 然后其他三个人 Big kernel luck 对吧 然后呢 你说这东西呢 在早期的Ninskno竟然是存在的 而且这东西呢 到了2011年才消失 然后呢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是什么 Beezy weighting竟然存在了15年 这是为什么Ninskno早期 会被人家批评说 效能不好 对 光是这件事就是效能不好 对不对 因为只要Beezy weighting存在 就算你处理器再多核 那你就是这样 跟着就要被卡住了 所以了解这东西 而且呢 整个核心 我们讲的 我们要区分这个词 我们讲的核心是kno 那我们如果是讲处理器核 那cool我们讲核 所以我们要注意 厘清两个词 一个叫核心 核心叫kno 讲作业系统核心 那如果我们想核的话 我们就讲cool Persessor Cool 然后呢 我们为这件事呢 我们有一系列讲座 比方说并行多情绪 成设计讲座啦 有这个同步机制的讲座啦 还有多核处理器 Spinlog讲座 那我们今年可能会有一些 呃 变更 然后这个当然也搭配 这个scapeier的问题 好了 那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是很大的 就是不然说 从schedule那个层面 也要去摄入 然后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 就不是只是在意说 我要变快 而已 还不然说这个能源效率 对 就是 不然说一些 呃 一些情境 好 像这个 debench 啊 就是 就是 教育文有不同的 那个benchmark 好 那就是 呃 我们会在意是 在这个scapeier呢 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题 好 那这个 这个虚拟化的话呢 请你搭配看这个 发展动态 这个讲座 好 好 那讲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希望你了解到什么 了解这种 Linus Kernel 到底为了什么发展 知道他在意什么事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 搞清楚 Linus Kernel 做了什么 什么什么关键议题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Revolution Always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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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纪录片 好 那 据上刚刚提到 这个纪录片很难懂 你光看那个 只看这个 影片很难懂 好 那这个 这个 呃 我有个对应的解说 而且呢 呃 这部 这部 纪录片里面呢 你会发现一些很 很 很荒谬的事情 好 就是 现在看起来很荒谬 或者看起来也很冲突的事情 呃 Linus Toas 跟 Richard Storman 其实这两个是不同阵营的 就是 虽然Linus Kernel 用GPL发布 那这个GPL从哪里来 GPL是从自由软体经营发 呃 发布的 那但是呢 呃 Linus Kernel呢 是比较偏向 Open Source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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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的 就是Open Source 这个族群 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称为叫 叫做Free Soul Wave 主要这两个东西 是有区分的 就是呢 呃 Open Source呢 在意东西 实用 就是这个实用为主 其实它有理念 它的理念也是很健全的 但是呢 它就在于实用 就是说 呃 能不能去像这个 呃 Microsoft Intel Google 这些公司 能不能创造一个 生态 就是说 呃 这些公司呢 可以互利共享 那这些公司也可以赚大钱 然后 但是这个 他们就很在意这种 公共财形式的东西存在 就是 呃 有些技术应该是公共财 比方说 李子克隆 他作为一个公共财 或是GCC 作为一个公共财的方式存在 但是呢 自由软体 更在意是一个精神层面 就是 它也是在做 刚才讲的一个 Open Source的东西 但是 它精神层面 更深入 它在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说 哎 我要怎么确保这个软体 不会被特定的人操纵 就是 我第一个版本 可能是 呃 让大家愿意 因为做得好 让大家 第二个版本 做得好的话 让大家愿意自由下载 然后 然后甚至去修改成什么 有没有可能在第二个版的时候 被特定的人 拿去做变更 然后他就不再能够自由流通了 自由软体就单级这件事 所以他制定了一顿规则 把GP有在内规则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搭配这个 呃 Luchart Storman的这个 就讲这个 Free Software跟那个 呃 Open Source 其实这两者呢 就是是很不同的 又是 讲那个 理念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是Linus Twas自己讲的 就是说 他说Luchart Storman 他的背后的这个 自由软体基金会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更像是一个哲学家 那Linus Twas呢 就讲 就讲自己 说他更像一个工程师 最后这个就是理念 但是其实你不要搞错字 就是 呃 这个这个东西 不要把混用 我们在台湾很容易混用 对吧 光是一个Command 跟那个 Instrustion 对不对 Command翻译叫做命令 Instrustion翻译叫子令 命令跟子令是不同的字 但是有一堆同学 一堆人 都会混用 对吧 那更别说这个Open Source 跟那个 那个 Open Source 跟 跟Free Software 这两者呢 的确有重复的部分 但是理念是不同的 所以请你了解到这个事情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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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以外呢 上个世纪呢 其实有很大的 巨大的一个Open Source 专业叫做 Mojira Mojira也是整个Open Source 可以推波出来 一个关键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东西可以请你教他看 了解当时那个 当时那个时代背景 那 注意到有些 有些影片已经不见了 那所以可能要 你可以照着看 那 那这边的话 我们有一个 对应的一个解说 好 那注意到这句话呢 哎 抱歉 呃 这句话是 讲什么呢 哦 这句话呢 就是 很重要 就是说呢 Ninus核心的 本质上是一个坑 哦 呃 所以我们讲 Linus作业系统 其实这件事是 讲的不精准 好 因为Linus kernel是 核心 哦 所以呢 其实应该讲 以Linus为基础 哦 采用Linus作为核心的 作业系统 好 然后 那这样的一个 作业系统 其实很多样 其实从1992年就有了 就有很多 当时就有商业化 你看到 1991年 Linus kernel做商业化 不是 Linus kernel推出 隔年就有商业化的 这个Linus的发行套件 这个英文 称为叫做 Distribution 这翻译很多种 也可以翻译叫 发行套件 也翻译叫 发行系统 反正就是 翻译很多种 然后Linus kernel呢 无疑呢 就是这里面的 其中一个佼佼者 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好 接着那个 Edwin Raymond Edwin Raymond呢 在这个呢 其实蛮俏皮的 这个阿伯啊 很俏皮 然后呢 他就是 就是 你看那老板 他那时候去参加一个 一个研讨会 然后呢 遇到那个 当时那个 Microsoft的当时的副总 其中一个副总 注意到 这个 副总裁这个词 其实在 在那种 很多企业是 会有一大堆 就是 就是 副总裁不会只有一个人 总裁会有一个人 但是副总裁可以有一大堆人 而且还分什么 资深副总 然后总裁就是那个 Edwin Raymond 那时候看到一个人 看到一个那个 看到这个 Quaig 就是那个当时 Microsoft的一个副总 就说什么 哦 你在Microsoft工作 就说 哦 你哪里够就啊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 他就觉得 这个西装革履的家伙 看着我 因为你知道一般的 很多那种黑客啊 穿的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随便 他就说什么 I am your worst nightmare 对吧 这个有梗啊 这个我们底下就讲一些梗 没有 这个 扁肥下的那个 美国的一个影集 那如果说你在看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里面有可以更新的话 也欢迎修改这个公评 好 那Edwin Raymond呢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有个 他发表一篇文章呢 叫 教堂你事情 那我们之后 也回来看这篇 那其实这篇就讲说 其实林斯科罗很多发展 是很违反 很多 当时一致的状况 教堂跟市集 是两个不同面向 教堂就是一个 一个阶级很明确的 对吧 然后他是以走那种高端路线 那一般市集就是 到处一堆小摊贩啊 那种汇血出来系统 所以呢 林斯科罗到底像什么呢 林斯科罗其实比较像市集 就是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林斯科罗 九层的开发者是全职投入的 但是在上个世纪 其实全职投入的开发者 没那么多 然后 那时候 在上个世纪他发现 奇怪 林斯科罗其实他比较偏市集 就是一群人啊 就是有兴趣做一做啊 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 有bug了什么的 就没有去理会了 没想到这种方式呢 竟然可以跟传统的封闭模式 竟然什么 可以抗衡 然后他就觉得奇怪 就是他那时候看到林斯科罗就觉得很奇怪 这东西怎么可以运作 但是就真的可以运作了 好 最大这边不是说一堂闪杀是可以开发出林斯科罗 不要误会了 而是一群有兴趣的人 一群有一种默契的人 他可以合作 跟各位在教室是不同的 各位在教室就是 我没有说你闪杀 对吧 不要乱想 这个乱讲的话 我这个教学评线 不要给我乱写的教学评线 这个我有录音的 我是说呢 一团闪杀是没办法做出林斯科罗那么复杂的系统 但是呢 一群有共同兴趣 不同背景 然后用非传统方式开发的人 的开发者 竟然也可以开发出林斯科罗 这么复杂的系统 而且呢 后者竟然在今天的观点来讲 他成功了 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现象 就是那个Ed Raymond 去举出这件事 那这个有对应的这个翻译 那一样 你如果阅读这一顿共鸣呢 发现有些内容有错误啦 有些连结过时的话也通知我 然后1999年的时候呢 这个Ed Raymond 就发表把他的那个 把他的这个讨论 然后整理起来就变成一本专书 就是教堂与世纪 好 然后呢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们来举这个以GCC为例 1987年 Richard Storman Richard Storman的缩写就是RMS 它的MIDALNAME是M 然后呢 GCC呢作为这个非常复杂的编辑器 一开始不是复杂的 一开始的话就是 是不错的东西 但是还没有到非常复杂 那最早是Richard Storman 跟少数的开发者合作 1987年发布 然后呢到1997年的时候呢 10年发展就不一样了 就已经开始了嘛 走向市级了 就是开始有不同的公司 有不同意见了 然后呢 那EGCS呢 这很关键啊 就是Rayhead公司 不满Richard Storman的限制 所以他们就搞一个FORK 就是像Github的FORK一样 就是他们搞一个自己的分支 分岔出来了 而且呢 不是只有Rayhead一家公司 对这个 Richard Storman控制的 自由软体基金会不满 其实陆续有些开发者 有声量出来 好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GCC就是一开始 就是教堂模式 后来走向市级 然后 后来呢 这个Rayhead做东西太成功 EGCS太成功了 那表现 后来呢 这个自由软体基金会 只好承认 原来那个Rayhead做东西 是很好的 那所以呢 这东西就成为新的基础 那这个EGCS变成GCC3.0的基础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讲Open Source 其实重要的地方 就要了解市场 市集跟教堂的模式 那我们在学校呢 或者我们在台湾 很多时候想东西 都是一个封闭的开发模式 但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 其实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 我讲的不是什么 我讲的改变不是说 什么未来改变的吗 不是什么Chain的GPC 或者OpenNM改变的吗 那可能是在 还没有威胁到你今天的吃饭 但现在不一样 Open Source 它背后的这个市集的模式 已经改变了世界了 所以你可以在家工作 是完全OK的 对不对 你可能 就是你可能知道 就是Linus Thomas呢 他就是在 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美国 那实际上 办公室在哪里 就在他家 对标会 他就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开发者 然后就在家工作 其实这样的开发者很多 那你说 那他的那个 谁会养他 对不对 然后养Linus Thomas的人 是什么单位 是Linus基金会 那Linus基金会 背后就一堆公司 那就是像那个 像Google Intel Microsoft这些公司 他们会出钱 然后去养Linus Thomas 还有其他相对的开发者 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到Google工作 然后刚好有机会开发到Kernel 其实你也是走这种风格 就是说 虽然Google内部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封闭的开发 但是呢 这些程式码终究呢 是要提交到外界 所以就会有四级风格的方式提交 但是不是一团散沙 不要搞错了 好 那这边呢 一样 一样这个解说 然后有相关的这个影片 所以请你花点时间去看这部影片 然后应该会获得蛮多启发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讲今天的重头戏 并行和多执行去城市的记忆 那注意到这个讲座呢 这个讲座我还在修改 一直还在改 就是这个 其实很难很难讲 然后这个地方有分好几个部分 然后选课的同学 选哥跟旁天同学呢 你稍后可以拿到这一本书 就是我正在写的这本书 然后旁天同学不是每个都拿得到啦 就是你要写作业 那自己怎么写作业 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认定方式 总之就是你对这门课呢 有足够的投入 比方说你 其实你看一看你自己写的贡笔都知道 反正就是你只要投入的够多 我就认为你 你是这门课的一份子 反之呢 就算你有选择这门课 但是你没什么投入的话 我就很难说服嘛 我只能学期末的那一刻才能够免为其难的打你的分数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说呢 你晚点会拿到这本书 我们称为叫Concurrency Primer Concurrency Primer呢 这本书呢 我们就希望呢 带大家要先回顾处理器 没有看到这画面很熟悉对不对 Pipeline 那了解到呢 多核处理器的设计 然后再是有一些像Atomic Instruction 这样的一个机制 带着大家去理解 然后注意到这个变形 多子音续层设计呢 这个讲座很复杂 就是它就 它至少有七个部分 然后 然后 其实这个内容还在很大的变更 然后 请你呢 至少呢 可以看到第四个部分 就是尽量看 你这周的开始 然后开始排时间去 看这个讲座 那注意到我们在前面的讲座 有很多时候教材还没写完 因为我们不希望呢 大家要 拿一些 盗版的 或是一些 没办法自由流通的材料 我们在这个讲座呢 希望绝大多数的素材 都可以自由流通 所以 我很多东西都要重新编 所以我一边要重新编教材 一边解说 然后还要设计一些 设计一些 城市范例 所以这个 其实中间一定会有错误啦 然后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助教 花太多的心力在这上面 我的助教大部分都是在 在做一些杂事 然后呢 因为我 我向我的助教是 以做研究为主 然后呢 特程的就是 有空帮忙 这样子 好 所以 绝大多数的教学 都是我自己在做的 其实 其实蛮吃力的 那所以 欢迎 如果遇到 不了解的地方 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然后你可以 善意用这个 课程讨论区 那也可以用这个 如果有私人问题 注意到私人 公开问题 请你用课程讨论区 私人问题 你可以发 到粉丝专业来找我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再录一句话 Alan Cox 注意到Alan Cox 曾经是Linus的第二把交椅 就是在上个世纪 第二把交椅 那后来 Alan Cox 有人生的一些新的目标 注意到Linus 一开始是Linus Toros 一个大学生 赫兴基大学生的一个作品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Linus 之所以可以登峰造极 并不是只有Linus Toros 在内 其实会有Alan Cox 这样的老经验人 你看Alan Cox的照片 他就是老阿伯 他很老 Linus Alan Cox 就是阿伯 他几岁 看一下 阿伯几岁 看一下 他才51岁 但是妈妈看起来很旧 很老 对不对 Linus Toros 是 Linus Toros 几岁 Linus Toros 50 我看一下他几岁 51吧 我忘记他几岁 53了 他们两个童年 但是对 反正就是阿伯 其实就是会有 像Alan Cox 很特别 Alan Cox 这个阿伯 不一样 他是很有经验人 Linus Toros 是很有想法 然后付诸实践人 但是Alan Cox 是又有想法 付诸实践 然后重点是很有经验 他其实在开发Linus Kernel 投入Linus Kernel开发之前 他其实已经熟悉 很多作业系统 其实 整个Linus Kernel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高手 的存在 然后这句话超棒 他说 一个台阶段 就是一个State Machine 代表你就是在 哪里学到 在数位逻辑 你在离散数学 对不对 都会学到这个State Machine 就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从这个状态切换到另一个状态 然后呢 那什么Thread呢 就是说呢 所以是什么 所以就是 让不能用State Machine 来写成 就是说你写成是 没办法很明确 只说 我从A State到B State 从State 1 State 1到State 2 有明确的State Transition 就是状态变化的 那我们就用得到Thread 所以其实这句话呢 真的很棒 就是说 它其实意味着什么 State Machine是 Deterministic 注意到这个字 Deterministic Deterministic 这个字我们之后 还会看到几次 Ministic 注意到不要把它翻译成确定性 因为它是一个 它不是这个翻译的 我们要找那个Dictionary 这个字很难翻的 所以一般来说 你要看情境来翻 不要每次都把它翻什么确定性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看那个 季节奏大学的字典 好 来看这个 Deterministic 注意到它重音了 Deterministic 好 然后这个 Deterministic 所以你看到这种东西啊 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去相近啊 我们相近什么呢 相近这个事呢 它必定会发生 而且这发生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自己掌握的 所以其实换 呃 这句话呢 其实它比较接近汉语的是什么 就是呢 它其实是可以预测 就在一个范围内 一定会发生 对吧 就像一个东西叫电子云 电子云 不是电子云端啊 就讲电子云 电子云是什么 这个那个 还记得吗 一批轨道 二批轨道 对不对 还记得吗 这个东西 然后你看到 是我们会有的 ES轨道 对不对 ES轨域 然后呢 2S 2P轨域 然后呢 其实它就讲到电子云的 出现的几率 并不是呢 这个电子呢 会造成这个 像气球那边 绕一绕去 不是哦 它是出现几率 但是呢 在这些区域以外的地方呢 电子是完全不会存在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讲这个 讲那个出现几率的话 就是这个电子云 以外的区域 出现几率是0 但是在里面呢 出现几率呢 就看什么 看它的 看它的结构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 这个 这个 电子云的构造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讲化学物 对不对 化学物就看说 它的这个 公加键啊 对不对 它的氢键啊 然后它的双键啊 或者说 它的整个整个 这个分子结构的 什么过程 当然这个实际上 还要考虑到更 更复杂的事情 因为实际上 像我们现在每天用的半导体 其实它不是一个 单纯的一个化学物 对不对 其实还要考虑到 它的像什么 电动啦 穿碎效应 这种额外的议题 也要考虑进去 好 然后但是我希望 你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 什么事呢 就是呢 State Machine是 Determate Stick 就是它就是 很明确有规范的 那3的存在呢 它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 从State A 移转 转移到另外一个State 它其实过程中都有 会有不同 不同的行为 要去看 但是呢 这东西还是有机可需的 只是说它不是传统State Machine 然后呢 反过来说 为什么大家觉得 学习多执行序 为什么那么难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看你学Quick Sort 你学Murch Sort 你学这些Argorithm 其实你本质上 还是在State Machine 对不对 什么样的Input 对应到什么样的Output 对不对 但是呢 在Concure的状况下 不是这样的事情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我们不能 直接使用这些State Machine 去描述 但是呢 我非得要去理解它们 使用它们 以及排除相关问题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九点 两腰 动动 好 我们继续探讨这个 并行 和多执行序 成设计 好 注意到呢 这个 讲并行之前 我们要了解这个 呃 词汇 好 注意到我们的词汇啊 就是说 我们把Concure叫并行 然后另外一个词汇呢 叫做 呃 Parison 我们称为叫平行 呃 注意到在 翻译的话呢 其实词汇有很大的落差的 哦 哎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呃 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很悲剧的 但是我还是在讲的事情 哈哈 词汇 呃 这个 好 注意到这个 词汇的这个用法 哦 那刚好呢 呃 你可以看到一些文化的落差 好 首先呢 就是 我们为什么 你们发现我们在这门课讲的词汇很怪 呃 其实 不是我们这门课的错 不是我们这门课的怪 是我们这门课呢 是延续科技文化 所以对啊 我们这边用的词呢 其实是 上个世纪就存在的词 而且呢 是用的比较早的 哦 我们这门课呢 讲很多东西呢 是比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来得早的 那注意到呢 这个我们 我们讲这些词呢 不是为了反中和反之那语 注意到啊 我怕你误解的话 我还是要强调啊 就是我 其实我在中国是有教书的 哦 所以没听说 我在中国呢 又指导学生 我在中 我有 我的客户也在中国 但是我注意到就是 呃 我 我想讲这个词 就是说 其实你要搞清楚 就是说 呃 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词汇的这个用法 哦 然后 我们在本地呢 其实有很多词汇呢 其实这样 存在 就应该一群这些前辈 的秘书兰驴 那这个使用精准词汇呢 也是工程素养的一番 好 我们再来看看 concurrent concurrent这个词啊 concurrent 是什么 是 呃 是 行动词 好 那它对应的名词有很多个好 比方说叫做 concurrency 好 那注意到呢 1987年 然后当时出版的这个 就是 appointing system concept 第二版的翻译 其实这样 呃 它这翻译的书叫做作业系统基本概念 好 那这本书呢 其实 在里面呢 它把这个 并发 好 那但是呢 并发跟并行呢 其实你如果去看 教育部 从边国领词典 你会发现什么事 并发呢 重视是同时发生 同个 某个事件 同时发生 并发 像并发症 那并行呢 是同时进行 你说同时进行 跟同时发生 有什么差别 好 这个 好 这讲说 同时发生是什么 我就在这个时间点 对不对 两件事发生了 那是并发症 所以你看 你感染这个 像那个 艾滋病 不是你感染艾滋病 好 有些人感染艾滋病的时候 它 这些艾滋病的 这个 它是一个漫长的 一个 艾滋病的 代孕者 这漫长的过程 然后呢 这些病 就是病患的 死亡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病发症 就是说 它不是只是一个疾病 它其实有多个疾病 同时发生 这我们叫做 死于病发症 但是变形呢 是讲这个同时进行 就是有 这些我们讲 ABC ABCD ABCD 反正我们讲那么多事物 它其实是 它是同时的 它是同时进行 但是它发生的时间点 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能早点发生 有的是很后面才发生 可能有的只有发生 那一下下 但是那一下下会干扰到其他人 像什么 三宝 对不对 你在开车 你在骑车 看到就很可怕三宝 三宝其实平常都是好好的 你看那个阿伯 那个阿嬷 他们其实平常都是好好的 但是到了马路 尤其在台人的马路 就会出现很多 三宝 对不对 就是你要想 它站在马路那一刻 这个的当下其实还不是三宝 对不对 但是它一旦 对不对 就骑着 对不对 然后就 我有一次骑脚踏车 我就遇到一个三宝阿嬷 他干的很厉害 是他跟人家一边聊天 然后一边 一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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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撞到我了 然后撞到我就很干 我就说我要赔偿 他说要死我啊 怎么这么讲 一代五十三的 对不对 我说我录下来 你再去讲我 你会录下来 他说 你其实怎么可以这样啊什么 他就说 你在哪里工作 我说大学老师 大学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然后你知道 唉 好啦 算了算了 我就 好啦 前面就吓吓他 对不对 然后 但是 我还是那时候想要找我的律师来谈一谈 然后 然后最干的地方是什么 我的电脑就坏了 哈哈哈哈 错 好 那 这个就是三宝对不对 但是 他如果不骑车的时候 他是好好的人的嘛 所以呢 我们讲并行的嘛 就是其实说呢 我们我们着重的东西在哪里呢 就是呢 万物兵役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悲 对不对 你看 我跟那阿嬷 其实可以过得好好的 对不对 就我在大学教书 他在路上 跟人家聊的听 聊的很开心 他 他有自己的一条路 我有自己的一条路 我们可以过得好 不相害 但是在台能的马路上 我们就怎样 就在某个地方就碰到了 好 所以 他其实也不是坏的 对不对 像我要教小孩子说 这个要怎么分辨好人坏人 现在阿嬷 他不是坏人 但是在马路上 那一刻起 他就变 小婴 对 懂你懂了 然后呢 所以我们并行在讲的地方是什么 道并行不相悲 所以其实着重的地方是什么 是 他发生的点子 时间点可能不一样 但是在同时进行的时候 不能出问题 所以 康克人其实在讲哪一个 康克人其实在讲 是并行这个字 不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翻译呢 是把这个康克人翻译成并发 然后呢 把康克人翻译成并行 对 这件事很尴尬 其实康克人它是一个特例 注意到 康克人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合 康克人是康克人是这么大集合的其中一个特例 但是因为词汇关系 所以要搞清楚 你说遇到这种事怎么办呢 你可以写英文 或者说用一个精准的中文 这个词汇的使用其实是蛮关键的 如果说我们看英语词典对康克人的解释的话 这个取自Oxford Dictionary 那它就是Existing or Happening at the same time 所以其实它是讲这两件事 就是它就是我们讲同性进行 它是已经存在 对不对 或是发生中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词呢 我们为什么要用变形这个词呢 因为这个词呢 其实从你看到 这东西从礼记中庸篇 对不对 就有提到的 这个东西呢 从周代战国时期就存在 存在2000多年的东西 对吧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呢 应该用这个字 那反观众并发呢 它其实就是不恰当的用法 但是呢 我到中国教书的时候呢 我就会 怎么办呢 好 就是看人说人话 那比方说我上了课 我就跟学生讲这件事 但是如果说我要去 跟中国客户沟通 那沟通嘛 沟通最主要就是 有效率 所以在那边应地自语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在NewsKernel这边是 追寻真善美 所以我们就要把那个词汇 搞清楚它的来源 所以这样请你用这个字 好 然后呢 既然讲了这两个词 那我们就讲了 这个是这两个词的那个差异 那Concurrency呢 其实讲的是程式架构 就是程式可以趋励的 很多不同部分 像这个Device Driver 各自可以的 独立运作 但是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比方说呢 像我们讲的这个 讲什么 GPU Driver GPU Driver跟网络卡 Driver怎样 彼此呢 就是独立运作的 但是呢 像各位现在 在接收这个直播 对不对 那其实你的网络的 系统程式 网络卡的系统程式 跟GPU的系统程式 其实两者都要工作 而且呢 你看到 我从网络卡截取到 这个网络封包之后 这是网络卡工作 对不对 那我们去做 必要的处置之后 那之后呢 是透过GPU 去把这个封包 解析出来呢 然后该把它展现 对不对 感谢人头啦 展现画面 对吧 所以其实这是需要帮忙的 需要合作的 但是呢 它彼此需不需要平行化 不需要 注意到 因为这 我们讲的是 一个先后顺序 先有网络 去用程式的处理 后有GPU呢 去把它做 这个相关的 这个画面的描绘 算绘 对吧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Concurrency呢 可能会用到Priorism 但是不一定要Priorism 才能够实现Concurrency 所以注意到这句话 然后这句话 如果把它翻译成简体中文 很尴尬 因为你发现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并行 才能够并发 不一定要并行 才能够并发 你在讲什么 对不对 所以 对不对 你说那 那你说 你会好奇说 我需要跟不同的客户 跟不同的讲话 会不会有些词汇 打击的时候呢 也会啦 但是就是要想想 这也是一种技能 好 然后接着呢 就是Synchronization Synchronization呢 大家在研究所 或者大学部的课程的时候 其实都考研究所 跟大学部的课程 其实我学到作业系统的办法 你会学到Synchronization 跟MUTES 我们这边呢 还是会探讨 但是呢 我们就不是探讨 那么细的定义了 其实我们更探讨的是说 你能不能善用这些 同步处理机制 来解决问题 注意到 我们在一方面叫 解决问题 这解决问题很重要 我们的 当然你能不能考上 好的研究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更在意 是工程问题 对吧 然后 这个 这个Concursum 我稍微再讲 然后我们来注意到 这个目前的 开发现况 这张图呢 横轴呢 是时间 1970代 那我呢 我呢 就是大概 这个时候 我大概这个时候 开始玩电脑 1990开始玩电脑 玩电脑 玩到现在 然后 重轴呢 注意到 重轴是 对数坐标轴 所以你看到 10 100 对数坐标轴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绿色 绿色线是什么呢 绿色线呢 就是Intel的处理器 所以Intel这些处理器 很神奇的 对不对 就是它的运算能力 它是指数性的暴增的 对不对 所以处理器 其实很厉害 对不对 随着 随着什么 随着这个 随着指数性增加的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件事 这个东西的有趣了 就是 抱歉 我刚刚讲错了 绿色呢 是电经纪的数量 刚刚讲错了 这两张图 这边有叠合的问题 对不对 就看起来趋势很像 对不对 然后 你看电经纪的数量 是指数暴增的 很可怕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需要台积电 这时候我们要开始来介绍一本重大书 对不对 镜片战争 对不对 这个张忠谋先生呢 还有这本 镜片战争的作者 就是这个Chris Chris Miller 在这个3月16号 会早上有访谈 那欢迎大家关注 好 那就看哦 这电经纪的数量 这已经是什么 今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这个疯狂境界 这是一个电经体 对不对 所以也只有这个台积的限定制程 才能够做出来 但是呢 如果看这张图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悲剧 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使脉 那时脉都发现什么事 哎 他在干嘛 哎 你们看看这时间点 2004年 好 你怎么发现 哎 奇怪 2004年不就是你在吃奶嘴的时候吗 啊 不是 你在读幼稚园读小学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你想 你小时候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 为什么电经体疯狂的成长 而且你看 这还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没有 就是电经体疯狂的成长 但是 GPU的时脉已经停住了 根本就没什么长进 有时候还会退步 对 为什么会退步呢 注意当啊 因为呢 电脑 处理器 CPU的行为已经改变了 过去呢 增进效能的手段 就是时脉 像那个年代 像那个 我小时候那个年代 就是这个年代 我小时候 证据说法 我小时候是1990 1990前后 就是我小时候 那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呢 就是 你看到那个年代就很狂 对不对 反正就是同样软体 隔年就会有更厉害的电脑 会跑出来 所以就是那时候也不用管什么软体最佳话 反正时间到就会有更新的电脑跑起来 就跑得好就好了 好 以前的增进效能的方法就是增加时脉 当然有些经理手段 Pipeline Branch prediction out of execution 这种 就会存在 对不对 但是现在电脑呢 增进效能的手段呢 其实 已经不能靠时脉了 为什么不能靠时脉呢 因为会过热 因为现在电脑呢 其实有跟大家问你 就是散热问题 就是呢 我们知道就是 那个P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能耗 能耗跟频率的平方 是成正比的 好 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呢 我们把CPU的超频超到 超到5GHz 甚至6GHz 其实超得了的 就从你从原本4GHz 超成6GHz 是超得起来的 但是 这样超频的时候 它会增加大量的热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有可能需要液态蛋 然后你们听说 液态蛋来之后散热 液态蛋 你们记住啊 这个这个 要多疯狂 有多疯狂啊 液态蛋 CPU散热 散热 我不是龟齿蛋了 这个东西存在很久了 液态蛋极限超频 自己看 网上有一大堆的文章 然后呢 你说这东西 是不是玩家玩好玩的 不是 这东西哪里有 华尔街 因为华尔街里面 有一堆神奇演算法 那华尔街就是 像那个要做 那个高频交易吧 高频交易 高频交易 这做什么事呢 就是 直接看这个 直接看这个 高频交易 三秒钟 运出上千次 这个其实太低 估他 其实没那么低 其实他可以 频率更高 所以你知道 就是说 他里面有一大堆运算 那这个运算呢 每一秒呢 就是几千次上下 所以呢 如果他的那个 CPU史脉太低的话呢 就会造成损失 所以像华尔街呢 他拼了命给你 给你超频 所以就是 很早他们就可以超6G 但是呢 就用非常厉害的方式 去散热 那显然这套手段呢 在华尔街以外 或者说在实验室以外 就很难再运作了 所以多半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这个 电燃晶体 指数性的增长 但是呢 CPU10麦就卡住了 但不代表说 CPU10麦卡住 你就不行了 就是什么 就是我要榨出更多效果 怎么办呢 所以呢 现在就是多工多指定去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有这个 Concursus的讲座 所以我们这个 Concursus的讲座呢 那从这个Mutex 身份缝 Luck 开始讲 然后后来又讲这个 Atomic Operation 这时候会有提到 在这讲到硬体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Cache Confluence 就会看到 注意到用词 我们把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简称叫 核心 我们把它叫核心 那多处理器呢 我们把它翻成叫多核 就是那个Matic Core 那我们讲这个 处理器核 那就不要讲处理器核心 因为会跟那个Cernel做区分 因为我们要区分Cernel跟Cure 这个词 然后这个词也是有分的 像那个太阳 那个Solar S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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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不对 Solar System是太阳系 就是 那个 像 像太阳里面 它有分那个Inner Core 跟那个 Inner Core 跟Uter Core Cure 你看哦 Solar Core 就这个东西 Solar Core就是像太阳内部 然后最后那个词 它有分Inner跟Uter Inner In In Out Out 应该就用这个词 为什么 里面没有 反正这一块 我想起来 因为 那个词 不是英文 然后就说 最后我们在里面 会把这个东西叫Inner Core Inner Core 就是在里面的Core 那那也会有分外面的 叫Uter Core 就会有分Inner跟Uter 但最后在这边用的字就是Core 不是Curnal 那反过来说呢 Curnal就不会分什么Inner Corner 跟Uter Corner Operation System Curnal是一个整体概念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有多核处理器 但是上面执行的 主要就是一个作用系统 它就叫 Linus Windows 所以我们有多核处理器 多核处理器上面呢 有各自有不同的 Persessor Core 但是它只有一个Curnal 叫什么 就叫做 Apple System Curnal 就跟我们就只有一个中国 对吧 这一个中国呢 不见得是九二公司 对吧 这个一个中国就是说 比方说我去中国 对吧 我就说一个中国 而且我就是 因为我要拿人民币 我就会 我要拿人民币 我就是相信 遵守习近平大大的指示 对吧 然后在台湾的话 就是我要拿 这个 拿这个 这个交易会的钱 所以我们就是中华 民国 那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呢 这个问题呢 不能回答 所以我们就讲 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上课的时候 讲台湾 对不对 那写字的时候 写中华民国 那你可不可以说 把中华民国化掉 变成台湾 这样不行 因为中华民国 111年第一学期 中华民国 110学年度第二学期 那你把那个中华民国 化成台湾的话呢 那个会出事 对不对 就是我可能连 那个薪水都领不到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复杂问题吧 所以我们讲的一个 坑朵其实比较像这个东西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呢 你要怎么去解读 是一回事 但是呢 实际上 真的运作的是 那些Micro-Persetor Core 然后呢 你的程式码 在每个Micro-Persetor Core 上面都有 各自一段程式码 那其实这上面的 暂存器是什么 彼此是独立的 而且它的Level-Line Cache 彼此也是独立的 好 所以你看到 我要创造一个整体概念 就像刚才讲 一个中国的框架 先不讲 这个一个中国存不存在 就是一个这个中国的框架 某个角度就很像科农 它就要创造一个框架 让人家觉得说 反正你不用管底层 有几个硬 有几个处理器 你不用管底层 有多少个GPU 反正呢 你就开启Linus 反正你就是AWS 他们刷卡 然后呢 就可以用了 所以作业系统 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在刚才 那个Lelouch OS里面的 那个影片呢 Linus Twas就有讲 就有一个很棒的介绍 介绍 什么是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是一般人 碰不到的东西 就叫作业系统 没有人真正使用作业系统 人们用的是什么 作业系统上面的 各式各样应用程式 但是作业系统有责任 要能够去协调 要能够去调度 要怎么去管理 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 要去排程 对吧 这就是作业系统 要管的事情 好 然后呢 这个 很多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这个词呢 在这个简体跟版体 也有一些差异 那这个 请你参考 参考国家研究 国家教育研究院的内容 好 然后呢 这边就有几个分内 你们就在乎它里面的用词 那这有几个词要搞清楚 就是呢 就是呢 你以前呢 写程式的时候呢 其实你在DECO 写程式的时候 是这种sequential program 然后 你在 你在写第一 我们等写起第一次作业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有前景跟背景 对吧 比方说呢 里面不是有个web server 对吧 这个web server呢 其实就很有趣啊 因为你看 我们这个 派友同学没有写作业啊 没写作业就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吧 所以要写作业啊 对吧 如果你有写作业的话 你就会知道 我们其实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作业呢 第一次的作业呢 其实它里面有 内建一个web server 然后呢 你看哦 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你呢 启动web server的时候呢 你使用网页浏览器 或是使用这个 使用curl这种工具 就可以干嘛 可以去 存取这个web server 但是当下呢 你还是可以在common 9 可以打一些字 所以这时候就很有趣了 所以这个web server呢 某个角度 就是当你 你看 当你启动web server 当你已经启动web server 然后呢 你用 你在这个common 9打字 所以你在打字当下呢 你看到东西是一个前景 对吧 你前景有个什么 前景有一个common 9的interpreter 这个有个命令列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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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忆器 在这边执行 对吧 但是呢 背景呢 有个物业师傅在执行 就是这个前景跟背景 其实 为什么要出这个作业 其实也让你了解这个前景跟背景 然后呢 不过呢 我们实际上要解决问题 是第三种 就是multi-tasking 前景跟背景呢 它其实它是相对比较单纯的 其实它没有追凶 也可以做得到 前景背景的程式呢 其实你只要interrupt 就可以做 就是说我可以 比方说设定 比方说每一秒 像那个早期的unis 就是每0.1秒触发一次 time interrupt 所以每0.1秒就决定说 要不要奇幻任务 或者每0.1秒决定说 要不要去处理 这个前景或背景的程式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显然 不能满足这件事 对吧 如果0.1秒做这个排程 显然太慢了 对吧 所以实际上我们会 更积极 所以我们实际上 我们在这边探讨的东西 是concurrent programming 所以这个并行程式设计 或者并行程式 然后呢 这个词呢 也可以叫多重程式 multi programming 所以就叫multi programming 不是说 不是很多人来写程式的嘛 multi programming 是已经存在的词 就是multi programming 就是其实来讲多工程式 然后呢 这两者呢 概念呢 是有一些重叠 但是互不隶属 那请你 认真看这个词 这个定义比较麻烦 请你花点时间看它 那不要滥用词 那在这门课呢 我们其实还是讲 concurrent programming就好 但是这个 但请你还是了解 这个词在做什么 好 然后呢 在目前这个年代呢 要管的事情可复杂了 就是说呢 我们在系统里面呢 有可能有多个CPU 或是有CPU 你看像我 我手上上有一台 这个树莓拍 你说这个不是键盘吗 它是 这个东西酷啊 等一下就是说 ISPi400 这个东西很酷啊 这个是LessarPi 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有 它是有 它是 对 它是一整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很酷啊 就是它是一台 它是一个键盘 但是它里面有 CPU 所以其实你只要供电 插上去 那你就可以 那一块连线 好了 连线给你看 这东西很好玩 所以你看我现在要插电了 好 我要把这台电脑 开起来 注意到它就是一台电脑啊 然后你可以用HDMI输出 不过 我的大音符在另外一边 所以我就现在就 只是给你展示这台电脑怎么开起来 那你看 像这台机器呢 在这台机器上呢 它就很复杂了 这台机器上呢 本来就有CPU 这台机器上面呢 本来就 还有GPU 而且此外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它还有Wi-Fi啊 还有Bertooth啊 这些这些不同的周边 所以呢 其实我现在呢 要设计 要考虑一体呢 其实是 就是 这种 不对等 不对称的 或是说是 一直性的 所以我们又把这东西 叫一直多核 不是 不是Continue的那个一直啊 是那个 Hetogenius 这个Hetogenius呢 你第一次看到 那可能是在学那个 线性代数的时候学到 对不对 我们会讲的Homogenius 对不对 Homogenius Hetogenius跟Homogenius 对不对 就讲这个 Homogenius跟Hetogenius 不知道的话 请你回去看你的线性代数 好 然后呢 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多核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讲是这个 一直多核 好 那接着我要来启动我的小电脑啦 我的拍 我的拍在哪里 我的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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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哪里 看下啊 昨天安装了 是哪一台 20 这就是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一个键盘 然后呢 它的CPU架构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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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是 不抱歉 不容易看出来 对不对 先用unit 用unit来看 然后呢 你看到 这就是Linus核心 5.15 对吧 然后你有看到几个 有看到关键词 SMP 有看到PRE-ENT 对不对 也跟PRE-ENTR-RT是有关系的啊 好 注意它的架构呢 AARC 64 就AARC 注意啊 这个不能念Arch 这个要念Arch 因为它是那个Architecture的缩写 AARC 64 好 那所以你刚才说呢 我这边呢 就有一台电脑 它的Kernel呢 是2023年1月5号编译的 好 然后呢 它 它是Gnu-Linus 就是因为Linus是 作业系统的核心 那Gnu是各式各样工具的集合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借重 借重于Linus核心 以及 各式各样Gnu的 开发工具 这样创造出来的作业系统 我们称为叫Gnu-Linus 好 好 然后呢 在这台电脑上面呢 就有四个核 对不对啊 所以这边编号01234 四个核 因为这台电脑上 目前还没有什么事 就看起来是空空如是也 好 然后呢 但是呢 不是 记得它 它虽然看起来空空如是也 但是呢 如果你用PSAUX去看的话呢 其实它还有一大堆行程啊 一大堆行程 好 稍微看一下 这个在干嘛 你看哦 这个呢 就是PID唯一 记一下 PID唯一 然后这东西很重要 它就是所谓的init 那就是 它是第一个userspace的程式 然后呢 接着会看到可爱的方括号 有没有看到可爱的方括号啊 这个可爱的方括号很重要啊 因为它表示Curnal Thread 就是执行于linus kernel内部的执行序 重要 Curnal Thread 这会打方括号的 那接着呢 你会看到很多呢 是有编号的 像这个Migration 然后再看Migration 出现几次 Migration呢 出现好多次 诶 有没有看 Migration 023 诶 你大概发现出来 这个东西嘛 有几个CPU 就会有几个Migration 对 没错 所以这件事呢 呃 好 又要口多长 我觉得很有趣啊 但是你可能不觉得好玩 Migration Migration 然后呢 晚一点会给大家这本书 就是我最近在写这本书 叫做 《揭开Linus CPU Schedule的CPU排程器的内部行为》的书 然后呢 这个Migration 这个 这个Curnal Thread 好 这东西呢 很酷 好 就是说呢 这个Migration呢 其实它就是 它很特别哦 好 这个Migration呢 就是它可以来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呃 因为我们不希望呢 所有任务呢 都集中在某一盒 某一盒在执行 对不对 你看有四盒嘛 那但是只有一盒来做 就变成你的期末 对不对 你的期末报告不是很惨嘛 对不对 我们就想要避免这种状况 好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Migrate 就看到 这个 不要能者多了 我现在有四个Core 那我们在最简单的策略 就是RUN ROBIN 对不对 就是反正我时间到 就把这个任务切到另外一盒 好 那当然RUN ROBIN 显然它不是最好的策略 好 那但是就是 它是其中一个策略 但是我们通常会搭配一些 呃 比较复杂的机制啊 好 比方说像 像WR RUN ROBIN 对啊 RUN ROBIN 背后呢 是有很多演算法的 那我这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 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叫 WAITED RUN ROBIN 那WAITED RUN ROBIN呢 就跟那个 它在很多情境用到 比方说 Network Schedule 对不对 网络也需要 Schedule 反正天底下很多东西都需要排成 所以我们在这本课呢 学习到作业系统 你可以学习到 怎么面对人生 那因为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啊 你每次的作业都那么多啊 我怎么做得完啊 我好累啊 好对不对 那我要课要修啊 我要老师要做研究 诶 请你从Linus核心里面学到什么 需要怎么去排成 对吧 就是这个就是要学要学的 这人生呢 必定要学的这个 就是人生要解决事是非常多的 对吧 你你觉得你很忙 我以为我也有点事要做 对不对 我做一个 做一个大学教师 好 那我同时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人夫嘛 对不对 宅舍夫的人夫嘛 然后那个你看 我宅我舍我舒服 对 那我舍是讲 多台多吃的意思 不要搞错 我宅我舍我舒服 简称叫宅舍夫 然后 舍是colorful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你看 我做一个人夫嘛 好 那我也我也我有女儿嘛 对 然后呢 我也我也自己有公司 然后我在一些公司要当顾问 那刚才前面讲 一些那个国家单位 偶尔要找我去 让我赚外快 好 感谢这个国家赏我饭吃 对不对 但是也算花时间吧 所以像我每个礼拜 我还是要搭高铁跑来跑去嘛 所以这个 像我搭高铁很麻烦啊 你看 就是像我以前当顾问的单位 当顾问或是要解决的地方 哪里有呢 你看我现在住板桥 那我的客户呢 我讲说 我住台北 那我客户在板桥 然后呢 我有客户在 我有客户在 新竹 然后呢 这个 我娘家那边在台中 对不对 然后那个 台南要上课 那高雄有时候审查计划 所以我其实呢 一个月呢 我可能会在六个地方 六个地方周旋 所以这时候有个困难嘛 就是你说 高铁月票怎么办 高铁月票我研究过了 能不能一个月呢 在这六个地方奔波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技嘉不同 然后那高铁月就说 哎呀 你的高铁财办人员说 哎呀 这个黄先生 你一个月高铁都做了两万多块 有时候最高纪录做了三万块 三万多 然后呢 他说你干脆 干脆来办一个企业方案 那这只有尴尬 因为那是我一个人做的 那因为企业方案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 就 我的公司来支付那些费用不对吧 这我对不起我的投资人 但是呢 就我每个月困扰这个 对吧 所以你看 你看我就是我要研究令人核心的技术 我要我要做刚才讲的事情 对不对 我要给作业啊 对不对 晚上我还要打打嘴炮啊 对不对 来来来来 来弄个直播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也是很多事要做 对不对 但是我从令人核心学到什么 哎 排成的策略 对不对 就搞清楚呢 哪个东西是你要做的 然后呢 令人核心就属于什么 就属于呢 我不会说他优先权高的嘛 因为高优先权是被滥用词 你要搞清楚你的策略 所以你在这本书呢 你会重新调及到 哦原来我人生可以这么不一样啊 我就从令人核心重新思考 我的人生要怎么应付 对不起 这是干话 总之呢 你学令人核心学会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对人生会有重新的看待方式 好 而且呢 你说这门课怎么办呢 好 这门课重不重要 好 我只会跟你讲 今天不学令人核心 明天会更难 好 这点知道 今天不学 明天会更难 所以呢 还是赶快学吧 好 然后呢 这个 有意思的地方是 我们讲平行的话 平行的话呢 其实它需要一个对等的硬体 所以往往呢 需要像GPU GPU上有对等的一个指的单位 然后呢 但是在我们讲并行的话呢 其实它不见得要有 多核的GPU 多核的CPU 其实单一CPU也可以 那你看哦 我们其实呢 在聚观来讲的话呢 我可能认为说 我们现在地脑有三个任务 对不对 就是聚观来讲 认为有三个任务 编号叫123 但是实际上执行的时候呢 其实是像下面这张图 所以上面的是一个 我们称为叫Illution 就是它是一个幻象 它是一个想象中的样子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是什么 是一个会把它切成不同的时间单位 就切成我们称为叫Time Slice 注意到在Linux核心呢 把Time Slice连在一起写 然后呢 这个词呢 也叫Time Quentin 就是量子 或者叫做Persetor Slice 但是在Linux Kernel呢 我们倾向用Time Slice这个字 所以我们在教材 统一用这个Time Slice这个字 然后中间没有空白 然后我们把电脑切成 弱干个Time Slice 然后呢 就是去执行 所以我们在意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在意地方是 其实是在比例 所以所谓的优先权是什么 优先权其实就是总共 优先权 其实它是一个聚观的概念 就是说我优先权高 但是不代表第一优先权 那我就该死 不行 我们电脑在 我们在设计排程器 要避免 Star Vision Star Vision 避免 饥饿 活活饿死 不能说你很重要 然后其他就该死 不行了 你看排程器 有个很重要的设计目的 No Star Vision 然后呢 The Needs of Prioritizing Task Task 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件事呢 很难 然后但是呢 对应到刚刚那张图呢 其实呢 又拼拼很单纯 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 Schedule设计的目的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在围观来看 就是各式各样的Time Slice 所以我们总共只看什么 这个Time Slice 它的总共算起来比重 所以呢 高优先权的任务呢 它应该要什么 它应该获得更多的Time Slice 但是呢 我们要避免第一优先权任务 它完全没有 任何一个Time Slice的存在 也不行 所以呢 这个就是排程在做的事情 然后这也是我们这本书在做的 那一样呢 就是 你选求这本课的同学 还有 旁听的同学 当然旁听要把作业写完 我们就把它认定叫旁听 对不对 因为你做的东西 你做的事 你不会输给 不会输给选课的同学 所以这个 你要先有点同路嘛 我们才会认定 你是一个旁听的同学 然后呢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讲这些 所谓的多工 其实它就是讲的嘛 就是讲这个围观 巨观之类的不同 底下呢 就有一些故事 请你花一点时间看 这个讲故事 请不要快速挑过 其实我们这边有大量的参照 像我这本书呢 还是会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 Marks 其实这也是我写书的原因 因为我发现 我发现很多教材 或者很多书本 它不太讲在历史 我觉得 意犹未尽啊 对不对 其实这些东西 你把过去都想懂之后呢 你再来看这个展望未来 你才有个立足之地 总之呢 我发现很多教材写不好 所以我就知道这些嘛 路见不平 拿土来填 这句话呢 其实是什么 Linus Tuaths讲的 你看到 Linus Tuaths呢 在 在那个 泰德的演讲上 其实他是访谈 他是什么 他说他不是一个Visioner 他不是一个愿景家 他说我是一个Engineer 你看到 他讲Richard Storman的时候 他也说 哦 Richard Storman是哲学家 你看到 在西方文化 哲学家是很高尚的 我们台湾就不一样了 我们台湾就哲学家 就说 请问台大哲学系毕业多少钱 对不对 台湾对哲学的重视 成书仅值于 仅值于台大哲学系的 毕业生的倾心 就是我们台湾对哲学的重视是这样 但是在西方文化 Philosopher是一个很高尚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会有什么人生哲学 你看我们讲话的时候 喜欢讲人生哲学 但是 但是听到台大哲学系就吃自己 就是我们的文化奇怪 对不对 然后有一天这样讲史诗 史诗级的灾难 史诗级的灾害 对不对 然后问你 你读过哪一本史诗 你有读过伊犁雅德吗 你说伊犁雅德是什么 史诗啊 你有读过吗 没有 对不对 然后你读一本史诗都没读过 然后你说个史诗级 搞屁啊 对不对 你对一个东西不懂 然后说史诗级 不要闹了 对不对 你把那个三个字拿掉也可以 对不对 哎呀 我们台湾就这样 对不对 就是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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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自己乱幻想 好 那你看到 这边呢 就是什么 林尔特华斯在那个访谈里面就讲 在TED的那个演讲访谈里面 他就是什么 我是柯工程师 对于呢 那边看着星空 然后在做大梦的人 我没什么意见 我看到他们也OK 然后但是呢 我是什么人 looking at the ground 我看着地板 对不对 而且什么 路见不平 拿土来填 对 就是看到哪里 看到路上有洞 我就填他 这奏响呢 我希望我们在这本课 这本课呢 让同学感受到 其实我们有手有脚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 林尔特华斯的贡献 林尔特华斯的贡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本该如此 注意到 这不是 我不认为他多了不起 我不会说我贡献你的生活 到处炫耀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虽然有时候你过的时候 你会找到有人在讲这些事 什么 什么 我觉得还好 这没什么特别的 本来就要这样做啊 对不对 你有手有脚就要做贡献啊 对不对 那人家才知道你会做什么 对不对 你说你现在既能藏住名山 那个是司马迁那个年代 而且那个是人家不得已 对不对 就是他受到冤屈 现在不能藏住名山 有什么就展现出来 而且就要跟世界一流的开发者合作 所以注意到路见不平 拿土来填 你说这门课发现教材哪里写错 改 然后发现这个程式码 哪里写不好 改 然后阅读林尔特华斯的程式码 发现哪里不好 改 然后呢 你发现说我上课讲哪里写不好 做错 改 对不对 就是做 就是注意到这些话 所以你在这么课 就要理解这件事 好 所以注意到 有手有脚 有脑袋 一定要贡献课 否则呢 枉费你来这边 对不对 不管来到 我讲的这边不是学校而已 来到这个世界 你作为公子是对这个 影响这个世界 这么重大的东西 你没有关联 对不对 你不觉得 很痛嘛 对不对 我想到都痛了 对不对 尤其这个 我们作为纳税人 对不对 我们缴税 缴那么多钱 缴着给那个国家 对不对 然后学生没有想到说 不做这些事 会 就是不觉得这个 什么 不觉得这些事 是一定要完成的 不觉得痛心吗 对不对 你不痛我都痛了 我垂得都痛了 好 这个 好 就你答备看 好 然后呢 呃 好 接着我们要提到一个词 一个叫工作 一个叫执行序 呃 注意到 执行序是一个手段 一个分类 那但是呢 其实它 它有个更高阶的分 它有个更广泛的分类 叫task 有时候一个task 它可以用执行序去呈现 但是它也可以用process去呈现 所以其实这个 这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 呃 一个不同层次的这个认知 好 再讲一次 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讲了 就你看 我们在上面来讲话呢 呃 呃 我们用词用task 对吧 因为我们 就是我们在 聚观的观点 我们就看到 哎 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不对 好像我现在在直播 那我显然我的电脑 网络卡 要做事吧 对不对 那我显然我的GPU 要做事吧 然后显然我的这个 音效装置要做事 对不对 那至于这些装置之间 怎么去沟通 那就是电脑来做 做一些要去协调 对不对 那要去统筹 然后 做一些要怎么去做到这件事呢 它可以用执行序 也可以用行程 完全取决 因为它怎么去规划 但是在电脑树心里面 很神奇 地方是什么呢 呃 process也好 threat也好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分 哎 你看到 这个怎么叫什么 task 这个东西叫process 这个叫threat 彼此是没有什么 显著区隔 甚至呢 可以互换 听起来很奇怪 对不对 这跟你以前在恐龙书 看到东西不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才要讲 对不对 好 所以这里在讲话呢 我就想提醒你什么呢 就想提醒你呢 这就是不同的观点 然后我们在过程中 也希望了解 让大家要知道 我要考虑到什么样的关键问题 然后排成器 然后呢 这个排成器来讲话呢 有一句名言很有趣 就是那个 Adams 他的那个就是知名作家的 那个里面有句话 银河辩车指南 这本书很有名 就是有一个数字的42 也是从这边来的 42 就是 这个42 你可以去查看 这个就是有梗的 它是什么 宇宙最终的答案是什么 这回答42 然后呢 这本书呢 里面呢 有一些很有趣的话 就是什么 Time is an illusion Lunch time double soul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就是 时间其实是一个假象 对不对 你看 像你听过鬼承 就觉得 啊 这个时间过得漫长啊 要不是我为了这档课 为了这个渺小的三学分 我才不要听到一个中年阿伯跟我鬼扯谈 对不对 我忍得很久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说 哎呦 要不是我想到我以后可能要做另一个课楼的工作 然后怕我在这档课表现不好 然后被这个这个姓黄的人乱搞 对不对 我也 我也忍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在这档课过得很久啊 对不对 但对我来讲不一样啊 对不对 对我来讲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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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鬼扯谈 对不对 那既然 现在还有 还有几十个人来听 我觉得好感动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讲 时间过得很快啊 所以对我来讲 怎么不知不觉 我不是七点半直播 怎么不知不觉 变成九点半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才刚开始讲而已 所以这个 时间就是一个假象 然后呢 这个Lunch Time Double Resort 就是说 当肚子二手 更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 这句话的关键就是在说 时间呢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假象 电脑硬体是一个中性的 电脑硬体来讲的话 不管是反正interrupt 发生 或者内部有排排的设计 或是进阶的处理器 有这个out order execution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中性的设计 我们去解读 要做什么样的优先权 我们要做哪些不同的排程策略 其实这都是人的期待 所以呢 排程器的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它其实是 本人想做事 交给电脑去做 这就是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跟硬体之间的桥梁是什么 是作业系统 然后呢 schedule又是什么 人 跟作业系统之间的桥梁 人去决定呢 一个任务 应该要占多少的时间 那自己怎么做呢 我其实我们搞不懂 对不对 因为 怎么去控制那些多核处理器 怎么去控制不同GPU 怎么去控制周边 其实是一个很大大的学问 但是呢 但是 作业系统就帮我去搞那些事 当然 作业系统设计好坏 是一个很关键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 Ninus Kernel 一直在演化 所以你看我这本书呢 晚点 因为大家拿到 不用不用急的嘛 就是 把作业系统 你作业系统 我就会发给你 像这个 在这边来讲话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里面就在 在Ninus Kernel呢 其实它发展了 就很多的变化 从最初1991年 就是Ninus核心 0.01版 第一个公开版本的时候 然后呢 到95年 96年 99年 2001年 那其实都 都不同的演化 然后呢 这个四季呢 有个很重要的实作呢 就是CFS 就是这也是 这本书呢 花很多心力去讲 但不代表说 只讲这个版本 就像我们前段风格 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些历史事件 然后让我们了解到 过去它发生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新的设计要长这样 因为你如果直接去看原始城市 你可能会这样 你可能会看不出所以来 但是呢 这本书呢 就希望可以带着大家 引导大家去了解 对不对 然后 仅此这本 就全世界只有这本 那这个 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 对不对 只有这本 然后这本书 就全世界只有这本书在探讨 这么深入在探讨 那些核心 对不对 但是现在 对不对 参与这课程 有没有办法看到了 对不对 有没有好期待 对不对 那社会人士呢 记得来给我们一些 给我们一些帮助 对不对 就是考虑来站经由这个开放文化基金会 来赞助我们的这个课程 然后赞助我们的学生 好 然后呢 呃 好 这边呢 注意到 schedule呢 它其实也可以被叫做 dispatcher 然后呢 这顺便来讲 就是 呃 你如果注意看 那个 memorylocator 就是 这个 我们会把它分一成 叫配置 为什么不把它 叫分配的 因为呢 我们把它分一成配置 才能够怎样 才能够跟 dispatch分得出来 因为如果把它分一成分配 呃 如果你把那个 memorylocator 翻译成分配器 那 有个问题就是 你很容易撞到的嘛 分配器的翻译 因为dispatcher 其实这样 其实也会存在在 Lins kernel 而且刚刚的地方是 你在Lins kernel里面 搜寻dispatcher dispatch 这个字 也会发现到 有这样的存在 所以呢 用字呢 其实要很小心 所以注意到 memorylocation 请你把它翻译成 记忆体 配置 不要把它分成分配 帮我跟这个分配撞到 你说靠中文 怎么能不能撞到啊 呃 这就是特色嘛 就是请你接受嘛 你花了那么多年 已经 已经发现 中文的一些 特性了 就很容易 词汇讲的不精准 但是呢 我们在 还是可以 透过一些 自律 透过一些规范 然后去 抢这些事 好 然后呢 接着呢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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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来解释 就是那个抢战 哇 抢战 可好玩啊 注意到 就是 在 某一些广告里面 会特别强调说 尤其是商业作业系统 它会把那个 Pre-Anti-Scheduling 或者是 Pre-Anti-Real-Time 把它讲得很 很重要 但是其实这件事 没那么神奇 其实它就是一个策略而已 在有些作业系统呢 它甚至是两个都 大家都混用了 比方说有个作业系统 叫Free-Anti-Scheduling Free-Anti-Scheduling 它是之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 然后后来呢 后来那个亚马逊 把它的那个 Free-Anti-Scheduling 的创办人 跟他的团队买下来 所以目前这个Free-Anti-Scheduling 它是由这个亚马逊 AWS 所管辖 所经营的这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呢 也是以open source的形式存在 然后 这个专案里面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它其实呢 它的两个都有 也就是它又可以做Pre-Anti-Scheduling 也可以做Non-Pre-Anti-Scheduling 好 所以最大这边呢 我跟讲这件事呢 最主要的是说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策略 或是一个不同的需求 其实它是不同的面向 好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的系统是Non-Pre-Anti-Scheduling 的话呢 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实作比较单纯 就是 你 你做完A 之后再做B B做完再做C 或是说B做完一半呢 要交给A 它是自己怎么 自己去处理的 对不对 就是自己去处理它的那个执行流程 其实这件事 反而比较像那个State Machine 就是很明确的 但是呢 这样明确执行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显示问题 假设呢 你永远就是A做完 然后做B 那B做完再做C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A B C三个任务呢 到底会执行多久 有没有可能B执行到一半呢 它就没有结束了 一直执行到底了 对不对 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状况下呢 那C呢就可能这样 State H 它就完全执行不到了 然后呢 因为C执行不到 然后导致呢 A虽然有执行到 但是A 它怎么 它其实 后续它也没有什么 它也拿不到CPU的控制权 所以在这样来讲的话呢 它虽然实作单纯 但是呢 它也会有一些限制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这家系统呢 是实作一个 抢战式的这个多工的话 这表示说呢 我可以依据优先权 我可以依据 我不同的牌子策略 反正我呢 却确保说呢 这个任务之间呢 就 就能够怎样 能够说 依据我的优先权 依据我的时间的配置 那我可以 取得CPU的使用权 然后呢 我也不用担心某些人呢 站着毛坑不拉死 为什么 因为作用权 或是排成器本身会呢 会把 会把该直行动物 把它叫起来 好 那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不同的考虑因素 那其实它也没什么对错 好 那非抢战的 就是 Non-Preemptive Scheduling 或是 Non-Preemptive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最大问题就是这个 Responsiveness 就是说一个 这个字很难翻的 就是 它不是翻译成负责 不要乱翻 这个就是它的反应能力 那对岸把它翻译成响应能力 但是其实响应这个字呢 有另外一个字 那我们就 姑且先用那个反应能力 就是 因为这涉及到 总会有任务呢 站着毛坑不拉死 然后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那抢战士的核心呢 就可以避免这种状况 但注意到 这东西不是什么 绝对优跟劣 那其实很多系统 是两者都可以存在的 像Linus Control里面呢 其实会有Preemptive的部分 也有一部分呢 可以用哪个Preemptive的方式来试作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两腰 继续探讨 Concurrency 那么在讲这个Concurrency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 抢战士跟非抢战士的排程 然后 注意到就是说呢 我们通常呢 在演算法来讲话呢 只有Preemptive Schedule 才需要特别去讨论演算法 因为 非抢战士就是 A做完做B B做完做C 所以这个排程策略不是重要 上面这个就不需要特别讨论演算法 但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课本看到的 几乎都在讨论 Preemptive Schedule 不代表说上面不重要的嘛 其实这上面呢 在很多地方也会存在 这边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举一个 举一个 这是我们去年发表的篇论文 然后 我们叫 East Car 我们在去年的发表一篇论文 就在讲这个 把一些老梗 其实这个题目是老梗 就是System Code Aggregation 因为系统物件的成本很高 在几十年前 这是超级高的成本 那现在成本降低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老梗搬出来 搬出来 然后我们想 这个老梗搬出来 调整之后 其实会有效果 然后我们就 其实发现了 这个东西对于某些Web Server 其实有办法去提升 60%的效能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 最酷的地方是 电脑是不用换的 然后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变快 但是没有什么相容性问题 因为它是 然后其中有一个demo 其中一个demo 就是一个有趣的作译形 等一下 我找Suzco Suzco 你看 对 ISCA 等一下 ISCA Suzco 好 那其中有一个demo 叫做Win Win Win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它号称的是非常快 它是 呃 它是在 之前在 Microsoft工作的一个工程师 那保险我现在不知道他 他 因为他最近还是改名字 最近跟他没有联络 大概有半年没有跟他联络 但是半年前跟他联络的时候 他还是 他还是Microsoft工作 好 然后呢 这个呢 它是一个高性能的一个Web Server 而且scalable 也就是意味着说 你给他更多的硬体资本 给他硬体资源 它可以带来更大的资料吞吐量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东西有趣啊 就是扣鲁定 扣鲁定本质上它是什么呢 扣鲁定本质上是属于前者 也就是non-pre-entured 所以这件事有点调诡啊 你说呢 你看哦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 其实我们说大部分的排成型算法 是针对pre-entured scheduling 但是呢 却有Web Server 反其道而行 使用这个co-routine 它本质上是 non-pre-entured scheduling 所以这件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个就是一个 art 就是一个艺术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我们去年有同学 我们同学有探讨这个Web Server 那我们今年也许呢 会探讨这个部分 而且我们不是只是研究程式码而已 不是 我们不可能止于这个部分 我们做一件事就要怎样 了解它 改进它 而且要做到跟作者合作 就要这么打高空的吧 本该如此 所以我们在21世纪呢 对开发者的要求 其实对程式开发的要求更高了 尤其欠的GP出来之后 对不对 你们想啊 如果你永远只是问答 那确实GP比你强腿多了 我们要做就是确实GP做不到的事情 对不对 好 然后底下呢 像那个re-entrance 请华丁先生看它 它不会太难 华丁先生去看它的定义 然后呢 再来注意到我们这边 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模型 叫Folk-Join Folk-Join的模型呢 其实是 1960代就提出来的一个机制 那不要搞错了 有一个系统文章的确叫Folk 但是不要搞错 Folk-Join是一个模式 可以来介绍很多 用来解说许多已经存在的系统 你可以拿来解释Windows 可以解释Linus 可以解释Mac OS 但是呢 Folk系统物件呢 原则上是在UNIS 或者类似UNIS的系统才存在 比如Linus、Mac OS 直接类似UNIS的系统才存在 Windows就没有Folk系统物件 但是Linus上也有Folk-Join的模式 好 所以主要这个是一个模型 所以这个模型 你会发现有些用词 跟你想的不一样 它叫Pyroid 这边是讲一个什么 它是 这边讲的平行化的部分 是讲一个观念上的平行化 它不去看任务本身 到底怎么执行 它就是一个 一视同仁在概念性的 所以主要 这都是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可以这样讲的叫什么 叫Obstration 它是一个 这个字难翻 你可以把它翻成抽象 但是翻成抽象 可能更抽象 所以我们有时候 在汉语来讲 有些词会滥用 比方说一个老师讲的话 你听不懂 你说 这个老师讲得很抽象 不是 就是 你就说我不懂就好了 你明白 你命就不懂 然后你说这个老师讲得很抽象 你就说 我不懂 就好啦 或者说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鸡巴毛 对不对 抱歉我怎么讲这个话 就是 你不要讲这个老师讲话很抽象 其实这种东西对沟通没有帮助 我们在简介一点 所以要记得把刚刚那一段剪掉 常常看到那个同学写的心得 有时候 老师上课讲话很抽象 我很生气 老师讲不好就算了 你写心得也写的不清不楚 所以下次不要讲话很抽象 请去查Obstration的英文 他的意思是什么 Obstration其实是 你大概样貌是要勾勒出来的 就像素描 就是素描 你看素描跟水彩 都是不同绘画的形式 但是我们终究可以评价的出来说 不用颜色 对不对 不用颜色但是你可以把框框画出来 把一个人神韵 比方说有些人眉毛特别粗 有些人头发卷卷的 有些人鼻子特别的挺 就是你可以把他神韵勾勒出来 你不需要颜料 你依旧可以勾勒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Obstration在意的 有些人就是瘦 有些人就是耳朵 或是有些人关键特别就是他眼神 炯炯有神 那你怎么去勾勒那个东西 这就是Obstration在意的 他把最关键东西勾勒出来 他的轮廓 他的特质 甚至也不用画出全部的 你可能只画出一个眼神 或是画一个粗眉毛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整个脸都没有看到 也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讲Folk Join 他就是讲个模式 反正我就把任务切个兵分多路 然后Join在干嘛 Join就是Solo 所以你看当过兵的朋友 应该就知道 先放牛吃场 现在是时间 两腰动动 然后十分钟 大家去喝水 上厕所 大家兵分多路去做该做的事 然后后来就吹哨子 两腰动 部队收拢 然后再收起来 Folk Join 这个模式 可以持续的反复进行 所以注意 这个就是Folk Join的模式 真的什么实作 看你怎么做 你可以有多执行序 或是多个行程 都可以做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词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这个 Concurrency 是并行 并行不备的意思 同时进行不相妨碍 就是这个词 然后并发这个词 我去查过了 1990年代末期 我去中国的图书馆搬过了 所以请你不要再查 我查过了 那你说一个东西是1980年代就有了 1980年代初期就有了 一个是90年代初期就有了 末期才有词 你该用哪个词 废话当然是用前面这个词 对不对 而且这个词用得更好 对吧 所以不要跟我争论说 我在网上找到东西并发 拜托 人家没文化不代表你要没文化 所以请你搞清楚 那当然时间到了 你去中国拿人民币的时候 就是尊重他们的讲话方式 但是我们在追求真善美的时候 就是要有自己的格调 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 底线在那边 那你说我记这么多词 会不会搞错 哎呀 就跟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 对不对 或者还有中国 对不对 你不会搞错的 台湾最厉害就是不会搞错 对吧 台湾人就是 见人说人话见鬼是鬼 台湾最厉害就是这个 所以我不相信 跟你讲一堆词你会搞错 请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事 台湾人最厉害就是 就是自行演义 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场景 就是要把这些关键词 这些词汇讲清楚 好 然后这边有个超级棒的演讲 请你一定要看 就是这个 Concurrency is not Parism 事实上Concurrency是个更大的机会 然后Pairway人其中一个特例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说明 就是我们讲Concurrency 就是你像Devite Driver 就是Devite Driver 它可以独立运作 偶尔需要一些合作 但是它不需要平行 它不需要Pairway人 但是它终究会有前面讲的一些 像SpinLock 跟Stamiphone的存在 然后需要会有资料交换 因为否则如果完全独立的话 那就是不是我们预期的样子 所以我们让Devite Driver 可以独立运作 但是该合作 该做资料交换的时候 还是要处理 所以还是会有同步处理要做 那平行是像什么 就像这个 像这边来讲 就像你做这个举证运算 其实我举证运算 我每个column 每个rame 我做特定运算 我可以独立的 所以你看 这个画蓝色的地方 A乘以G 对不对 A乘以G C乘以G 这个column 这个column跟G的操作 还有BDF 这个column 跟H的操作 就对应到这边 这个就可以运作 那所以 ACE 还有BDF 就是这样 它其实是独立的运算 对吧 那我就可以把它分配到不同的硬体上 所以呢 这个排位证呢 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就是 它就是把电脑拆成多个可执行的工作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诶 诶 我们再讲了 这个讲这样 排位证 执行多个程式 但是呢 这个执行的时候呢 其实需要什么 一个对等执行硬体 好 所以你看 为什么讲平行的时候呢 其实需要平行的CPU 或是平行的GPU 因为其实 我需要硬体上 本质上是做一致的任务 所以 这边Folk之后呢 它是做一致的任务 在Solo 好 那接着我们要介绍一个东西呢 叫做 Otomics 好 那这个地方执行顺序的话 请你看它 那 就是执行顺序的地方呢 我以前很久没有更新了 我之所以很久没更新 有个原因就是因为 是因为 我要介绍我的书 对不对 就是我在那个 Concurrency Primer的书提到 所以这个 执行顺序的地方呢 你就 你可能需要 就是 就这边你还是看 因为它中文的嘛 然后我已经必须写一些笔记了 所以你可以 你也请看它 那当然是就是 它真正新的那种是在 Concurrency Primer 所以记得写作业 写作业才会拿到这本书啊 好 然后 这边请你花时间去看它 然后注意到里面呢 会讲一些词啊 比如说Happens Before 它有一些 有些定义啦 有些行为等等 请你一定要看它喔 那这种东西 这术语很烦 尤其呢 有些东西都是用英语的方式去展现 那很多同学很不习惯 但是请你 来到这门课呢 要习惯这些事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Automics 操作 Automics 操作呢 这个非常之重要啊 然后呢 这也是我们现代电脑的一个关键机制 好 然后 呃 这个地方没有没有 目前还没有录影 所以我在这边来 来跟大家解释啊 好 首先呢 我们还是一样啊 介绍介绍这个词汇 呃 这个词呢 其实很酷啊 就是 这个词呢 呃 这个Atom 啊 Atom 呢 源自什么啊 这个这个 Atom 源自于希腊 那希腊语这个 前面注意到这个字啊 就是上面看起来 转写成 拉丁文A的啊 那其实是 是 是 是不可分割的意思啊 A就是有那种 负面的词啊 就是那种 什么 后面是可以的 那在前面加个A 就是不可以啊 后面是可以做什么的 那前面加个A 不可以啊 好 那所以呢 这个Atom 这个字呢 是这个这个 原字呢 是不可分割的单位 好 然后呢 这个最早呢 是什么呢 是那个 呃 就是 呃 米利都 都学派 好 那他也叫这个 埃奥尼亚学派 然后这是西方哲学开从 最当然西方对哲学是很重视的啊 那台湾就是 只看台湾台大哲学的毕业分数啊 然后呢 然后这个 后来呢 就是这个 迪默克利斯啊 然后他的发展的原子学说啊 他把这个字啊 他把这个东西来 用原子来学说解释解释啊 他就说 诶 宇宙呢 由原子跟虚空构成啊 所有的物质呢 都可以有不可再分割的微小粒子所组成啊 他把那个东西啊 呃 迪默克利斯呢 把这个最小的这个词呢 就把它叫什么 就是这个字啊 就是 那后来转写成大丁文啊 就变了变了 变了奥尘 然后这个 这个Atom 的这个字啊 这个Atom 这个字就是这个 这个 讲的单位 那当然以今天观点 以今天物理的观点 来讲话这已经不存在 对吧 因为我们有 有什么 有电子啊 有中子啊 有子子 然后呢 那在中子子子呢 又可以区分什么 夸克啊 而且夸克呢 有很多不同的例子嘛 对吧 比方说有个Jリs 对吧 这个又要讲到我们丁造中 对吧 Jリs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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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造中 那这个讲到丁造中 又要讲 就要讲一下啊 对吧 就是丁造中 呃 他不想读啊 然后呢 后来联考考差了 又考上 又考上本校了 对吧 然后但是兴趣不合 离开学校 那后来到密西哥发展 但是我们 我们成功大学还是叫丁造中 叫校友嘛 算是读一下下 还是叫校友 好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其实这句话呢 是那个什么 希腊时代的话 然后 所以其实这个字呢 其实他这个字最早的意思呢 跟他本来的意思就是 不可分割的单位 好 然后呢 我们讲那个 Atomic Operation 或是Atomic Instruction 是哪里的意思呢 是拿这个意思的 不可分割的单位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我们的汉语 我们的汉语是一个很注重应用的东西 是吧 就是我们汉语呢 就不会去讲什么哲学 对吧 就是就是 你看人生哲学这个句话 你在古籍 不会看到人生哲学这个字 这不存在的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 整个这个中华文化 假设有这个文化的话 就是他是人吃人的文化 对izes 就是抢者吃弱者 然后那个弱者欺负其它人的文化 这叫中华文化 包装成一个比较比较奇怪 好听的词 就是洪启草 那当年当年发行的词 那其实就是 其实其实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有文化 但是我们文化说症 就是很 就是没有什么 特别在思想面有所创 创新的 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的文化太在意那种实用 所以会有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讲原子 你去问原子 大部分人都会回答什么 就是中子 子子 电子 原子可以构成分子 你会不会讲不可分割的 不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 然后再来是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原子笔 原子笔就是当年香港的代理商 把美国的发明引入到香港的时候 就想说原子这个词好厉害呀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就把那个原子笔 所以要注意到 你不该怎么讲原子操作 因为原子操作在汉语里面 是没有不可分割 不可再拆分执行步骤的意思 所以这边怎么办呢 就保留原文 那你就是把atomic operation 检测叫atomics 或是保留原文 因为这个汉语来讲不存在一个字 那其实这个 英语其实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 后来人们讲原子 其实除了讲 就是很多时候会讲原子的 所以一开始的确是叫atomic energy 但后来就特别在发展一个什么 核能这个字 也是变成atomic energy 会有让人很难理解 到底是不可拆分的能源 还是讲核子能源 好 所以注意到在我们这边来讲话 就请你不要把它翻译成原子操作 千万不要翻译成原子操作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是一个会影响沟通的话 就直接写atomics 然后那你也不要 每个东西都不翻译成英 不翻译成中文 就是你发现 你的中英夹杂会很严重 对不对 你假的全部术语都英文的话 其实就很尴尬 那这边是因为 特别就更强调说 因为这个东西 汉语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可分割的单元 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性的说法 但是其实我们汉语没办法来解释哲学 对吧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个情境 好 这个情境很有意思 就是讲到我今天有A跟B两个执行序 对吧 然后 多执行序的话 它其实它最终它会有 它是看起来是多个的 它就是一个前面讲的illusion 对吧 有没有这样啊 刚才有讲的illusion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看到 就是我们事实上的 我们实作这个Multi-Tasking 其实呢 切成若干的Time-Size是一个常见手段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Task可以用Process来实作 也可以用Threadless来实作 那当你用Threadless做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有趣性了 其实呢你最终存取到的机体内容是一样的 注意到 我们既然呢是创造一个illusion 但是最终呢 我存取到的机体内容 其实是这样 是同一块机体 就很可能就是同一块机体 就很可能就是同一块 所以呢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是 注意到我们为什么讲很可能 因为事实上可以存取到不同块 那它需要额外的设计 我们之后再讲 但我们就讲多数的状况就是 会存取到同一块 好 那你看哦 这时候就有趣了 就是说呢 两个之间序 因为它可能是交错执行的 像这样 交错执行的 好 然后呢 额 你的预期看到的东西是这样 好像是一个连续的 但是让它直接破碎破碎破碎的 切成各样的什么 Time Slice去执行的 好 那这时候一个很难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我呢 当我要去读取的时候 看到 在这边来 那这两国家去读取 所以我执行序A 我先读取 我从主机体内容读取 一个时期进去 好 然后呢 接着呢 在这个时间点 很久是时间 在这个时间点呢 执行序B呢 也去读取 去从主机体读取 好 它也得到一个时期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A B两个执行序呢 其实它认定都是时期 好 有趣事要发生的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 讲到我去做个 递增的操作 递增increments 在做increments的时候呢 显然就是要把 时期加一 对 这就叫递增 对 请记得 这个字文 那这个中文就叫递增 所以什么 counter加一 你觉得写起来很烦吗 你就是递增counter 对不对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有时候叫你改进看语 秒数就这样 你可以用更精简 更明确的话 讲出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那你干嘛要讲的 很奇怪的话 对不对 而且你要想 我为什么叫你再 用共笔来写 因为很多同学呢 面试的时候都反应说 我不能怎么讲 我明明都懂 但是我不能怎么讲 对不对 你们觉得这件事很熟悉啊 我明明可以砍到台台一课 但是我只砍到乘搭电机 对不对 我插我废 对不对 不一样这样 就是你明明就可以讲 对不对 你明明当年就好像卡到一课 你为什么来这边读 电机承达职工呢 你为什么委屈自己呢 对不对 好 不要激动 想到就难过啊 对不对 就是你明明就是可以做 但是就要把它表达出来 好 所以这边讲的increment在做什么事呢 好 就是说我就递增 对不对 好 那问题来了 这个地震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呢 有可能会写回去 好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我在不同时间去地震 当不去为止 当不去为止 乍看好像有一个好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两个都做地震 简单 好 神奇啊 写入的时间点是关键啊 写入的时间点呢 你看到 这东西呢 写继续 A直进去我写 B直进去我写 诶 乍看 这怎么简单嘛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东西要怎么 这东西要Counter啊 对不对 好 来思考一下 什么叫Counter Counter就是像你的技术 就是打开网站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打开成功大学的网站 成功大学的网站呢 就会跟你讲说 现在有多少人浏览啊 对不对 有吗 看一下 诶 诶 诶 拿掉了 以前有嘛 以前 你记得吗 有些网站会跟你说 现在有多少人 就是累积有多少人浏览啊 对不对 诶 或者看我的网站嘛 你所 所不知道 你说我什么举例的时候 都在举什么台大一颗 因为你才会痛嘛 你痛才会有共鸣啊 又跟你讲话没什么共鸣啊 对不对 我读了书跟你读了书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这个 诶 诶 诶 三十万了 对不对 诶 诶 好感动啊 对不对 你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Counter 对不对 就说 这表示有三十万人看过我的教材 那你看 这个 不是 就是这个东西呢 你当Counter的话呢 有个问题的 就是说呢 因为呢 你想啊 你 可能是执行去A 我可能执行去B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最终呢 应该要怎么 应该让原本的17 要加1 再加1 所以应该要得到19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我在不同的时间的写录 对不对 我都写18 但是呢 我们预期的东西是19 所以你看 这件事就很简单 就听起来很简单 那做起来很 很难啊 所以我们再写回主记忆体呢 跟读取的 其实这样 是有学问的啊 就我在读的时候呢 有可能 就是我要搞清楚 我读的东西是旧的 还是新的 我在做increment 然后呢 increment 然后之后呢 在write 其实要搞清楚什么 我write的时候呢 其实也要搞清楚说 我到底是不是 就是有竞争关系 所以你看哦 我们所把这东西呢 叫Rest Condition Rest Condition 就是那个 竞相变更 所以你看这个字 多美啊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去查看 那个词典里面的竞争的竞 那意思啊 其实很有趣啊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 因为我们继续的去竞相 去变更资料 所以呢 我们就 会有这种问题 好 那你说呢 简单啊 那我就要是 就是在那边操作都加luck 然后呢 问题来 你的电脑里面需要多少个luck 好 再讲一次啊 就是很多人说 啊 这我早就知道啦 我就加luck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那你这样的话 不是每个操作再多 执行序的话都要加luck 你说对啊 本该如此啊 不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在意的是skebity啊 对不对 回来讲 第一周 第一周这个 第一周的课程须知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就讲skebity skebity呢 怕你忘记啊 我怕你忘记啊 我们讲的是哪里呢 好 这个对不对 还记得这个吧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东西不容易啊 对不对 你想哦 假设呢 你的link list 的search insert delete 都需要luck 那你不就是永远都是红色这条线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第一堂课有跟他讲 我们要的是绿色的条 也就是随着硬体的增加 随着资本的投入 我们有更大的吞吐量 这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不能大量依赖luck 那你说不能大量依赖luck 我该怎么办 那当然就要来上课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么课 所以要注意到 只依赖luck的话呢 你可能会陷入一个更糟的状况 就会有竞争 而且呢 这个luck跟luck之间会有竞争 所以这个字叫contention 不要搞错了 race是什么 race是不分宣制的race 就是说 我们讲race就是说 不要让我跟你赛跑 不要说 讲是两个年轻的赛跑 因为我跟你赛跑 我会输嘛 所以就是两个年轻的赛跑 很难不分宣制 所以你去看那个竞相 那个竞 那个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小听那个竞相 是这个 竞 就是这个竞争 所以那个race condition 为什么用这个字 因为我难分宣制 难分胜负 才用race这个字 contention是什么呢 contention是 就是讲说什么 contention往往就是有霸占的意思 你有没有 我有你没有 或者说两个都去抢 两个都吃不到 就讲contention 所以它其实不是在意结果 所以就知道 我们讲race condition 在意是结果 结果论 就是说 我去看 我去搞不清楚 这是17 还是18 还是19 所以我不知道 不知道最终的结果 那contention更在意是什么 这个资源的霸占 资源的使用状况 它在意是抢的过程 拉举 那race condition在意是结果 然后呢 这个一位的 依赖这个lock 就会造成这个lock condition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 所以我们需要就会有个专门的这个atomic的专门指令 一样 不要把它翻成原子 原子操作原子指令 对吧 这个汉语的原子不是这样用的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 并行 然后呢 接着我们再讲一个很重要东西呢 叫做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事实上呢 在你以前在作业系统概念 就恐龙书那本书 学到的那个概念 其实你学到的大概就是这种 就是因为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考试不能考太多 不是 我们不能教太多了 就是研究所不考的 我们不能教的嘛 教的会被学的骂 被学的申诉 有太多教授会被申诉了 你知道我们大学教授很怕被申诉了 那个申诉你知道没完没了 那会找明代啊 哎呀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没有录影的时候再讲 这个这个 这种八卦可以讲好久 好久 那总之呢 就是说你事实上呢 你的学习很多时候是被考试限制住的 好 那 但是呢 你学到的synchronization是 其实在分类上我们称为叫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好 那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呢 其实 被阻塞的那个 被block住的那个资金序 要不原力等待 要不就是 等待这个wake up 所以其实在来讲话呢 其实会有那个 刚才前面讲那个bd waiting 好 然后注意到bd waiting呢 其实是我不乐见的 好 那当然更惨的地方是bkl 对不对 好 Linensk的那个bkl bkl 那这个东西呢 都对效能有严重严重 好 不是这个啊 bkl bkl 这个bkl 或者bkl 它对 整个处理 整个那个 整个系统的那个 性能有非常大的冲击 好 然后这 这不是我们期待的 然后 然后所以呢 呃 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像那个 Summerphone跟Mintel 虽然它可以解决问题 好 但是呢 它它会有这样的一个 呃 无法运用硬体资源的一个 限制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会导致没有progress 好 那这个 这个字不好翻 好 翻译成中文 你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 好 其实在讲的是说呢 你看小时候 你还记得恐 恐浪泥对 还有那个 呃 恐浪泥就是什么 忘记 你忘记了对 好 恐龙 浪泥 这字太久没用了吧 不是恐龙啦 乱找都可以 乱找 诶 靠 这样也可以找得到 太厉害 恐龙浪泥 好 那对 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算不到真来讲的 反正就是 姑且相信 好 那就是说呢 恐龙这个人呢 聪明 小时候聪明 长大不知道聪不聪明 然后呢 这个 长大应该蛮惨的 恐龙你看 你查看他 他怎么死 所以那个 人生智慧很难讲 小时候聪明 但是人生是需要智慧 好 那这个恐龙呢 就就是什么 我说我 恐龙说我年纪小 我要吃小的 大的给哥哥吧 然后呢 这个 然后你看 他的重点是什么 他的重点有小跟大 那问题啊 如果说从而到以之后 一个 一个离子的话呢 你看到 这个问题在哪里 这一开始有大的跟小的 然后 恐龙让离呢 他是说他自己吃小的 大的让一个哥 但是如果从而到以之后 只有一个离的时候呢 那两个人让一让去的话 那就这样 那就没有进展 他们是有做事啊 所以我们讲没进展的 并不是不做事的嘛 不做事是讲 你没写作业的不做事的嘛 没有进展是什么呢 是说你现在 每天都花时间在这门课上面 但是一直没有突破 你好像在一直原地打转 明明就看资料了 然后明明在读教材了 明明在Google搜寻 明明在观摩别人 但没有办法往前走 这叫没有progress 不要搞错啊 很多人把不做事跟没进展搞错了 不做事就是 不做事叫nothing 可以吗 然后没有进展叫做no progress 不要搞错啊 然后呢 这样的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因为上面的机制 因为他可能用到busy weights 然后用到这种 做这种spinning 然后就是做那种原地打转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虽然处理器本身做了 好像做了很多事 好像一直就忙碌 但是他其实呢 在以人的观点来讲 是没有进展的 好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muted slack 我们之后会讲更细 就是说其实呢 在不同的场景呢 他可能有不同的实作 比方说有一个场景呢 叫做priority inversion 就是他的成因 请你看里面的说明 就是我们这个讲座后面也有讲 然后就是说呢 在priority inversion的状况下呢 第一优先权任务 他可以去抢占 他可以去占据资源 让高优先权任务没办法执行 你看哦 原本我之所以要定出优先权 是希望什么 希望说高优先权任务 可以去抢占第一优先权任务 就是刚才讲pre-ent 那但是呢 即便你的系统是pre-ent scheduling 所以乍看之下 好像优先权 是该被列入排成的重要考虑数 但是呢 一旦发动priority inversion的话呢 第一优先权任务呢 他就可能占着资源 不放 然后呢 高优先权任务呢 就一直执行不到 那高优先权任务 如果一旦执行不到的话 那系统有可能会崩溃啦 系统可能会遇到非预期的状况 所以这都不是我预期的 好 这个priority inheritance 说起到PI 或者是priority selling 那他需要 简单说他需要扩充 就是他就变得很复杂 你说为什么我以前读恐龙书 没有读到 注意到恐龙书其实有讲 但是通通考是不考 对吗 就是你不喜欢你自己翻 其实恐龙书是有讲这个东西的 他写在很后面的地方 就是你要去看他后面有个lifus 他其实后面lifus有写 但是你就是 对吗 因为那考试不会考 所以这就不会读 好 然后我们有automic instruction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 blocking synchronization的颠倒 就是反过来的 就是可以做到 non-blocking synchronization 就是我依旧可以做到同步 但是我不需要依赖上面的spin 我不需要依赖上面很复杂的 这种locking机制 所以我可以直接去操纵 去操纵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注意的 这个东西呢 其实需要处理器的协助 就是我们不能凭空去创造出一个 mutual exclusion 是有效率的 就是你要知道 有个东西叫DACUS algorithm DACUS DACUS algorithm呢 是被认定了 是人类史上第一个 第一个可以来解决 mutual exclusion的演算法 而且他出现时间非常早 就是他是1965年被发表了 1965 他1965发表 但是实际上更早 他应该是在1965年就发现了 然后呢 这个 最早是那个 就最早是DACUS 但是DACUS把他在1965年发表 所以他也叫做一个 所以 所以 这很有趣嘛 而且你要知道那个年代 其实 荷兰的科学家其实蛮多的 电脑科学里面有很多荷兰籍的工程师跟开发者 其实DACUS就是 DACUS跟DACUS都是荷兰籍的 然后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很古老 它是什么 它是第一个mutual exclusion的正确解法 然后呢 但是你看有个悲剧 这个东西不使用 因为它效率太低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效率太低了 所以通常呢 你的书本之外 有写通常都是讲一点点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啊 在信贷电脑讲话呢 它不止效率低啊 更惨的地方是 信贷电脑还是不能用的 你看 This algorithm won't work won't work on S&P machines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简单就是说 信贷电脑是不能用的 你说不能用 为什么要教 这两件事 对吧 因为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从数学观点 我们怎么去解决mutual exclusion 对吧 这是一个 那再来是说呢 其实很多演出的 大概都有历史发展轨迹 所以我们 其实应该要了解这些轨迹 所以 如果你对这东西陌生的话 请你回去看你的教科书 或者看你的相关的教材 好 然后呢 就像刚才提到 像Dex algorithm 它虽然呢 它是第一个被证实 它是正确的 正确的 数学上正确的 mutual exclusion的解法 但是让它再多核处理器 是不能用的 而且它效率太差 所以往往呢 我们是需要 维处理器 Micro-Persetzer 提供你什么 提供你特别的指令 然后呢 这边讲这个 他明刷群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以 这个维处理器的观点 而不是硬体观点 所以你会读起来很累 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要特别去写一本书 对吧 为什么要特别去写一本书 就是从硬体观点 然后搭配软体的角度去介绍 那不用急着跟我要啊 我还在写 应该希望这礼拜 可以拿到一个出版 有写作业的同学 然后呢 这个 西元呢 在2011年以后呢 就是2011年定案一个标准 就是叫西11 就是2011年定案的标准 那当然我们在2023年呢 就有个定案新的标准 叫西23 就表示2023年 然后呢 这个西11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更呢 就是资源automics 所以就这样 我为什么要讲西元 很多人都说 他自己懂西元 但是说真的 有多少人可以用西11 正确的写出程式码 很难的 这件事 我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 但是就是 我已经不知道了 对吧 因为这件事真的很难 但是一问难 才值得教 英文难才值得学 对吧 你要打败那些老屁股 在校生 要打败那些老屁股 那老屁股占着资源 你不能怪他们啊 因为人性嘛 人性就是会占着资源 那你说要怎么打败这些老屁股 就是这些 这很难 你拿给那些老屁股 或者你在工作的朋友 你可以问看你的主管 他知不知道automics 就讲了70865 然后你说西11有支援 automics的标准 对吧 你知道那个主管 你问 What 对不对 就是跟他吓呆了 然后跟你讲更难的标准 西一定的标准 还会有些冲突的地方 这我们之后会讲 好 那回来看这个case 所以注意到这底线 都是由硬体的角度去思考的 所以在这里讲话 假如我今天做一个fetch 然后我做automic fetch 还有end 就是我先取一个值 然后做加法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件事 对不对 我取值 然后做increment 所以就是fetch end 就这个操作 就是这个 就这个部分 然后呢 但是注意到呢 这个fetch跟end 它最后要写回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有三个不重要 注意到 fetch end 还有什么 right back 我们捡 我们后面把那个right back都讲right 就是 好 那你看到 fetch end right 这三个步骤呢 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automic 就是要不什么都不做 要不就是三个都一气合成的完成 一气合成 它也就是它没有中间状态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由硬体去保证 好 那 dex algorithm呢 它的目标是解决 mutual exclusion 但是呢 它事实上呢 对于这个中间状态 是没有琢磨的 所以它的演算法 其实在现代电脑 是会有限制的 然后反过来说 现代电脑呢 为了要解决这些 不管是讲synchronization啊 或者讲这些 这些 让这个 知情结果服务预期呢 其实都要依仰赖 这些automic instruction的存在 但这件事呢 其实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read modify right 就是刚刚讲这个 read 对不对 read 把这个东西叫read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修改 modify 还有right 把它简称叫rmw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这个automic fetch and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又把它称为叫什么 就是automic rmw 所以上面讲那个counter呢 其实本质上就是automic rmw的操作 然后注意到讲仪器合成 仪器合成 然后大家看教育部词典 所以注意到这门课呢 上这门课其实 快掉了 快掉了 要改 仪器合成 对啊 像这种传续发列者有一些连结坏掉 你就顺便修一下 一气合成 好嘞 一气合成 所以呢 就是一口气完成 就是它就要连贯啊 不间断 所以重要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不间断 不要小看这件事啊 这个东西呢 其实需要硬体的协助才做得到 所以我认为特别强烈这件事啊 因为你过去呢 在学这个演算法的时候呢 你不管是学那个Patterson 或是不管是学Dacus 或是Patterson 其实你 你在的是那些 不同的 不同的Round 对不对 不同的Step 但是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在一地方就是说 怎么从硬体呢 去保证 怎么从硬体保证 它的行为 好 那么继续 Botamic Instruction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实作呢 其实很有意思啊 如果呢 你的环境呢 是单核 也就是你的处理器呢 来讲话呢 只有一个处理器的核 不是只有一个CPU啊 基本上 大部分的资讯系统 其实都有CPU 对吧 就是这个 运算内比较太差的话 都有CPU 然后但是呢 这个CPU里面 可能有很多 很多Processor Core 然后我们讲的就是 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CPU 只有一个 HC的Core 我们就把它叫做Single Core 但是呢 它可以是实体上呢 可以有很多个 但是我只开一个 这一种 好 然后呢 在这个Single Core的状况下 只要能够把这个 Interrupt的Source关掉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原本之前的程式呢 就不会被打断了 不会被打断 就可以保证 但是呢 如果你在多核 处理器的状况下呢 其实呢 你就需要额外的硬体支援 然后我们有另外的 讲中专门讲这些事 那这边你先有点概念 那我们今年呢 希望把这个 多殖讯序的地方 早一点讲 所以我们看我们 第三个都在讲这个部分 好 然后呢 Automic Touch呢 就是由 我刚才讲话 由硬体的去保证 保证像那个 Read Modify Write 这样RMW 可以这样 一气合成完成 要不全部成功 要不去 全部失败 你说那失败怎么办 那通常失败的话 就要搭配一个 Loop 就是 因为 你做这些操作 有可能这样 全部成功 也可能全部失败 所以呢 在我们来讲话 如果要做Lock 那你大概就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那如果 用那个 Automic RMW的话呢 你就要搭配一个 回圈 然后呢 去追踪说 我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完成 等到它完成为止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要讲 不同的风格 那注意到呢 不同 就是 Automic Instruction呢 其实有很多种 不同指令的风格 有CS的风格 也有那个 LLSC的风格 然后呢 注意到呢 有些处理器架构 甚至两个都给你了 就是 单处 这个叫做风格 风格就是什么 风格就是 有些偏好 对不对 就这样有些老师 他就是 他就是会巨细迷的跟你讲 然后给你很多启发 那些老师可能像我这种 就是 点到为止 东讲西讲 然后但是就是对 就是讲课的时候呢 是 是那个天马行空 但是要求的时候 一切是巨细迷 对不对 字要怎么讲 做事要怎么做 然后呢 什么对不对 就是风格 但是呢 你知道吧 大部分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上课巨细迷 然后要求很低的 老师对不对 不太喜欢说上课天马行空 然后要求很击巴的 对不对 后者通常都会被 教学平均会很糟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我研究很久 才能够怎么在大学生存 我也是想很久 才找到一些方法 这个有录影 不好意思讲太多了 我只要上课再跟大家讲 好 那么刚才提到这两个风格 那 这两个呢 其实都有 然后呢 以S86来讲话呢 是属于上课的 就是Compare and Swap 这个风格 也就是说它的 做比较 还有做交换 要一气合成的进行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把它缩写到CS 就是你看 写入的同时呢 同时提供旧值 然后呢 做比对 如果旧的值呢 跟记忆体的相同 就把亲的值写进去 好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我们要的东西呢 是叫做RMW 但是呢 在硬体指令呢 却是提供了 Compare and Swap 所以最主要 上面这个操作呢 其实呢 它也会需要 CS的搭配 然后这个东西呢 对应到S86叫做 Compare and Exchange 就是Compare Exchange 的指定 然后 S86有些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 我们这边描述讲的比较单纯 那我们之后还会讲一些 比较复杂 就是 的确后面还会再加 就是它可能加一些 prefix 有些前缀 让那个指定的行为会不一样 那是比较 之后我们看那个 Ninus Kernel的Source Code 我也看到一些组合员 说我们再解释 但这边讲 你先了解 就是说 我们这个CS的风格 就是说 我去什么 我去 比较旧的值跟Ttn内容 是不是相同 如果相同 把新的值写进去 所以这件事呢 就可以用这个CS来处理 这个Compare的问题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到245 好 有个有趣的问题啊 就是说 为什么微处理器 要加一个微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那个Intel 404 Intel 404呢 看中文好了 就是这个 这个呢 是被认定呢 是第一个商用的 维处理器 然后也是一个 全球第一个 商用维处理器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很费 费到我们不好意思讲 大家干嘛 就是他就是 因为他的用途是什么 他的用途就是一个 当初最主要需求 是用在那个计算机 计算器里面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出来 1971年 但是你看哦 1940代 其实就有电脑了 有电脑呢 就有什么 就有 就有计算单元 那那你又想到 奇怪 这个东西呢 你看哦 整个事有缺专政来 就为什么要把它 叫做微处理器呢 是因为这样 因为以前就有电脑 在1971年 以前就有电脑 那以前电脑呢 它的 没有说 是全部封装 集合在一个 同个IC里面 它可能是这样 它可能是很多台 你看 你看以前电脑 不是塞满一间房间 所以它其实没有 精品的概念 它其实大量的线路 在散路在不同的地方 有点像你看那个 模仿游戏 对不对 那个讲那个图灵人 对不对 模仿游戏 你注意看到 模仿游戏的巨照 其实它重要 那个模仿游戏的巨照 对 所以你看 这个巨照 巨照要看这里 就是看这个 你应该有印象吧 它一直在转 所以以前电脑 就是上面在转 所以就会有个裸体 会有一些策略 就是当年那个Bump 英国那个 它那个行动代表叫Bump 来炸的那个字 然后它就说 它上面有不同状态 然后它可能会有做一些 做Adder 或者做一些Counter 或者说做一些 做一些Shift 所以以前电脑是长这样 赐负责性的 然后你要知道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在很长很长的实在都存在 所以其实当时没有一个 所以当时这个整个东西 就叫Persetzer 能够做计算东西 能够处理人家做事 就叫Persetzer 所以Persetzer是一个很通用的概念 那后来是有些词 叫做Tex-Persetzer Tex-Persetzer 叫文字处理器 对不对 然后要处理SML 也有Persetzer 对不对 不要怀疑 就是Persetzer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翻译成处理器 好 这时候悲剧 你看到 文字处理器 叫Tex-Persetzer Word-Persetzer 都要不要怀疑 Word-Persetzer 搞屁啊 对不对 就那个字 所以你要把它翻译成文字处理器 然后遇到SML的时候 就是SM-Persetzer 然后你说遇到网络的时候怎么办 就叫Nable-Persetzer 所以你要知道很尴尬 什么鬼就叫什么 那微处理器就不同概念 微处理器就是把当年那些 需要那么庞大的电脑 才能够做的事情 把它集中在一个小的 虽然它功能很废 就是你不用去管它做什么事 你不会想知道 就是它做事非常少 但是呢 它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说 它不需要那么多真空管 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功耗 它就是一个小的 一个IC就做完了 那它用的是 不是奈米的吗 它是微米 微什么意思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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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制程是一个 很粗糙的制程 但是呢 它的意义在那是什么 它就是把一个 一台原本需要 一整个房间能够涵盖的东西 用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涵盖 所以呢 我们讲Micropercessor 后来呢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所以当后来 Micropercessor可以很大 有的Micropercessor很狂的 那个Micropercessor 然后像是什么AI的 AI的那个叫做 就是那种 它可以做很狂的 找几个照片给你看 不是那么小的吧 有那种超级大的 给你想一下 不管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 来者的 我知道 不能讲 那是我客户 我要讲另外一个 反正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超狂 这东西超大 对 但是我们还是叫 Micropercessor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有多大呢 这个东西呢 现在该怎么讲 它的大小 它它多大 反正它就很大 就是说这个东西 其实它就是可能这么大 就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还是照着叫做Micro Position 所以注意到Micro Position这个词 其实它已经有不同的意义了 其实它就是特别来指 指CPU里面最关键的部分 所以我们叫Micro Position 那这样你可以避开讲这个什么 Text Processor 或是讲什么Network Processor 这种就不会搞错 因为Persetor是一个通用词 其实它这个字出现的时间 甚至CPU的时间出现得很早 所以如果看 有时候我写文章 或者你看 不止我写 就是不然说你看一些文章 写的比较讲究 它会讲Micro Position 但是如果说我们讲Persetor Core 那就是 那就是讲那个 那就讲具体了 Persetor Core 就已经讲了嘛 具体讲说 我可能是在多核 那我多核 每一个小单元 我称为叫做 叫做Core 那整个东西我就叫 这样的一个单元 我就称为Micro Persetor 就叫Persetor 这时候就不需要特别加Micro 好 那么刚才讲那个CS 以外呢 还有一个风格呢 叫做LLSC 那注意到呢 像那个RiskFi RiskFi就有讨论到这件事 RiskFi就有这个什么 就有这个LLSC 然后我刚刚提到 这就是个风格 那这个风格是这样 就是它是要成对使用的 所以你知道 像CS的话呢 你看到CS是 我刚提到 就是说它通常使用 就是搭配一个回圈 然后去检查它这个状态 然后LLSC呢 它就是成对使用 就是说我在LLSC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load link的时候呢 它会去标记 进入这个exclusive状态 然后呢 写入的时候呢 去清除这个exclusive状态 所以你看 这件事跟你以前学那个 学什么Mute as Dark 看起来很像对不对 就是它有那种类似风格 对不对 跟你说 我这个我要进入Quickle Session 我能够进去 你就不能继续对不对 你去上市所对不对 就是那个 你去公测 对不对 公测就是 公测的话 就是说 你一个小便斗 对不对 不是小便斗 那个那个 马桶对不对 马桶就是显然的 考虑到一次 对不对 就是不应该 不应该有太多人进去 太多人进去怪怪的 对不对 就是 那是另外一个状态 合理的使用就是 你用的时候 要把它关起来 对不对 就是表示 我用就不 别人就不能用 然后当然也可能 完全没有人用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叫LLSC的风格 然后这个在Power架构 以前叫PowerPC 那或者是On 然后那个Risk-Fi 也有这样提供这样的指令风格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也会有这个Test and Set 像你在恐龙书 讲Automic Instruction的话 它举例就讲TS 那也会有Fetch and Add Fetch and Add呢 你说 不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吧 对 所以它也是Automic Instruction的风格 然后通常呢 就会在这两个风格选一个 然后在On的设计呢 其实有点意思 因为 对 On的历史 On的历史刚好跟Lins Kernel的历史 是差不多的 就是Lins Kernel是1991年 On是1990年 所以其实这两个 就是Lins Kernel跟On 其实他们是同个时期 而且时间就差 可能差个半年 半年一年这种落差的 然后当时 然后你刚好就可以看到 这点很多不同面相 从一个很小的东西 两者都是从很小的东西 然后突然衍生到 对世界超级大的渗透率 然后这两者呢 虽然它没有自霸 任何一个领域 没有自霸所有领域 但是在某些领域 它是无可取代的 像On在移动装置 手机平板的 移动装置 几乎是99%的市占 然后Lins Kernel 在Server 还有在超级电脑 也是超级 非常高的市占 Linux Kernel 在超级电脑 是140%的 然后在Server领域 也是很高的市占 所以讲这两者 这很有意思 所以我讲课的时候 喜欢拿这两者来举例 好 然后来看这个 就是说 早期的On的CPU 其实它会用一个 很好玩的指引叫 SWP 这个SWT呢 这是什么鬼东西 这个东西很有趣 SWT你说 这个东西不是Swap的 对 它就是Swap 这个东西很好玩 它的功能其实是Swap 大家看到 Swap 我们可爱的Swap去哪里 诶 去吧 Swap 去哪里 诶 该不会文章改了吧 没有 啊靠 要点进去才行 好啦 算了 直接跟你讲 就是那个On的SWP呢 就是SWP呢 它的操作很有趣 它是让你 让你对两个Word 这东西 这个东西啊 它的操作是这样啊 就是说呢 它的操作呢 就是Swap的指令 然后呢 它是对两个战权内容 做资料的交换 然后呢 这个东西 为什么早期可以拿来做 automic infrastructure呢 因为呢 On的手册 明确的告诉你 就是我们刚才 刚才要点进去的东西啊 就是因为我不想点 因为On的网站讨厌 就点进去就要等很久啊 那我怕我上课会来不及 就是 SWP这个指令呢 它保证呢 两个战权器的内容 要做交换的时候呢 这东西会一气呵成 所以呢 早期呢 在On的架构上面呢 如果你要做 automic infrastructure的话呢 你可以用SWP 但是呢 在多核处理器呢 这件事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简单说呢 从On V7以后呢 SWP被弃制了 就是这个东西 本来过去在On V6存在 但是On V7的时候 就弃制了 然后呢 在这个 On V7以后呢 就改用新的这个 LSS指令 所以就是 叫做 后面加 加X 表示什么 exclusive exclusive 这个字 所以我会有load exclusive 跟store exclusive 就是 我能够 我要去load的时候呢 别人就不能load 我要去写的时候 别人就不能写 就是它就是这样的风格 好 注意到 就是 这没什么对错 它就是一个不同的风格 然后 可能你比较不习惯的地方是 因为你过去在恐龙书 学的东西是TS 但是TS的话就是 它很多限制 限制比较多 它最大好处是比较好理解 但是它限制很多 就是写程式 比较麻烦 尤其是一些 行为面的部分 这我们后面会再讨论 总之就是说 你要了解到有CS 跟LSS的风格 好 接着我们看CS的使用 CS的使用是这样 就是它的 这个路段 它是一个 通常我们大写 大写的时候就是表示 Maker 或者是一些Constant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 把仕统为这个 就Compare&Swap的这个指令 那在实作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会用 In-LineAssembly 我举个例子 Compare&Swap 它实作会像 像这样吧 它实作可能会像这样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Compare&Echange 那注意到 在S86的风格 就是 应该正确是说 AT&T的那个 组合员的风格 它可能会加一些宽度 比方说 讲什么8B 它可以有不同的修饰 坚步回大 然后那个Lock 我们之后 之后讲那个程式码 Linus kernel程式码 之后再讲 那总之你可以先把这东西 当做什么 是Automic Instruction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话 我可以实作一个 Compare&Swap 那就用这种 内签一段 内签一段组合员 但是你不用太担心了 我今天不是叫你用组合员 去写一堆程式 其实不是 其实你只要写一点点 一点点组合员就可以了 像呢 我有实作一个东西 叫做 F9 Michael Kernel 像我们当年 我们在实作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点点 一点点组合员 那时候就是几乎号称 不需要 号称几乎不需要 不需要用到组合员 像这个 在这里面呢 我们实作呢 就 找一下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那个 Github笨笨 找得到耶 酷 那就是 像我们那时候呢 我就把那个 需要用组合员写的地方都包装到Header 所以从头上 你只要用到包装的 包装的Inline function就可以了 像这个有什么 IRQ Disable 所以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碰到组合员了 哎呀 真的不是我要说啊 这段程式码 真是太美了 那就是 以前是小东西了 好 你看像是 这段程式码就是什么 就是IRQ的那个schedule 那IRQschedule 就是我要去确保说 在做排程过程中 那种实在是可以正确的 所以我要先Disable Interrupt 然后呢再Enable Interrupt 所以看到中间呢 在Disable跟Enable之间呢 这段程式码就不会受到中段的影响 那同理呢 这段呢 像这个IRQHandler 就是 有类似的 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一段 这一段 从199到205 这一段呢 就不会受到 不会受到中段的影响 你看 简洁有力又清楚 对不对 没有了 这个呢 讲那个专案呢 其实有点难过了 其实以前呢 以前呢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最早是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专案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一开始呢 一开始就是我们在20... 我2012年来成大 那2012年的秋季来成大 然后呢 我在学期末 学期末就是12月底 还有1月的时候 开始写一个新的Kernel 叫F9 MicroKernel 然后后来呢 就有学生根维器写 然后后来就开始有人用 然后后来有一家公司呢 要把就是把它拿去商业化 因为它本来就open source 然后呢 其实这个东西 差一点被用到一些很厉害的地方 啦 不过比较可惜 你知道吗 中国资本 还是比较小心 对啊 这个很难讲啦 很难讲说 什么东西好跟不好啦 但是呢 来交述的这10年喔 真正会付钱给我 做作业系统的公司啊 大概就是中资啦 就是我有预购两家 美国公司有付钱 但是付的钱不太够啦 就是说如果是真的 就是解决他们的需求是刚好的 而且还有超过啦 所以我去美国去找这些公司呢 还可以过得不错 但是就是说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 真正的一个事业比较困难 需要多一点资本 但是呢 台湾公司相反不太一样嘛 好像有些公司它会请我说 来客制化Ninus 但是 要开发一个新作业系统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 需要的资本要再多一点 但是呢 开发作业系统我觉得还是一个 不是一个梦想而已啦 它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就算它没办法商业化 但是你做的过程中也可以 重新发现到一些东西 其实这蛮棒的 你看 我也是开发这些作业系统 然后再看Dinus 突然就没有 就是这个 就是发现畜类旁通了 那回来看这个 CS 不要弹起来 那这CS呢 你看到用法是什么 就是你看到CS的Compare and Swap 一气合成 Atomic Atomic的执行 然后呢 这个东西搭配一个Wire 然后呢 你看到 还记得刚才操作吧 刚才我怎么要让你修习 就是让你复习嘛 让你想一下 然后呢 你看到 它的写入同时呢 提供旧值 然后呢 去对比 就是对比记忆体的内容 那如果相同的话呢 就把新的词写进去 那因为如果说 因为如果相同表示什么 表示说呢 我写进去是没问题的 我可以写 如果跟记忆体不相同的表示嘛 表示已经有人截足先登了 对不对 好 那再看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它的操作是这样 就是 你会有一个 它们有一个物件 它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整数 不要把这个物件想太神奇 它就是一个整数 然后呢 这是旧的值 之前载入的值 然后呢 比较成功的写入的值 那注意到它的传回值 只要没有办法 一七科成完成的话呢 对不起 就等到下一次 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这个 CS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Dex algorithm 虽然可以做到Mutrius Clues 但效率差差 我基本上不管它 但是注意到考试还是不会考 研究考试 你说为什么 研究考试要考 因为 我们不这样的考的话 如果不照去年 前年 大前年的考法 那个学生家长会闹的 不是学生 学生会闹而已 是学生家长 补习又没有人闹 所以我们知道考考古题 请你原谅我们老师 我们是逼不得已的 对不对 有苦衷的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所以大家知道 CS这样的 CS也好 或是 LLSC系列的 其实它都已经在考虑什么 考虑到Rest Condition 然后从指定层级 从硬体层面去看 好 但是呢 不再说 你用了Altamine刷群 就可以解决一堆问题了 对不起 不行 你们觉得很灰心吗 这个东西就复杂 所以就是说 我们呢 解决问题呢 是需要不同层面的 我们先从硬体层面去 让你知道怎么去 从硬体层面去去 它行为的正确 好 那接着呢 我们需要上面呢 一路一路的去建构 更复杂的系统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请你先看这份构笔 然后去读过的里面内容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法跟你讲太细 所以就是说 你要怎么做呢 你可以呢 就是 搭配我的讲座 就是我前面讲 就是 应该从Part 1到Part 4 去看这个 这个讲座 当然有行有一律 把那七个讲座看完 是更好 然后 然后就这个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 我们之后还要重新讲 但是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先去看这里面内容 好 那因为我们真正要讲 那个更细的Atomic 可能会是在下周 就是 这周没意外的话 你会拿到 这本 就是这本 那个 Concurrency Primer 然后 然后我们 预计下周呢 搭配那个书 还有搭配 信用教材来做说明 但总之就是说 你需要从硬体层面 去了解这个中间的行为 好 那我们下周的时候会来讲 讲这个像那个 Main Order Main Barrier 这种硬体层级的议题 好 那不过 请你一定要先预计 因为它 它很麻烦 好 然后呢 本周还有什么东西要考虑的 本周就是 这个 有这个几个部分嘛 韩式呼叫 地回呼叫 前置处理器 勾途流程控制 还有 程式技巧 好 注意到本周呢 又有个新作业了 本周新作业的缴交时间 是3月14号 那你可能好奇这个作业长怎么样 注意到这个作业是去年的规范 今年我们会做一些调整 就是我们每年作业都会有些相似度 那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总之就是 我会重新要求 然后 每年我都会要求 总经要求 然后 我们开始给你一个Face树叶 就是Fibonacci的树叶 然后呢 引导一些方法去做计算 但是呢 你会遇到一个悲剧是什么 就是算一算的时候呢 算一算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会遇到Overflow Overflow 对 所以你看到 你会遇到Overflow 然后呢 那 这底下呢 就是叫你去复习嘛 学习 那个 数值系统 然后呢 想出说有办法呢 去 做大数计算 注意到 因为这个作业呢 已经被我们做烂了 所以我们今年会 直接给你另外一套 直接让你做大数计算 但是呢 里面刚好埋一些问题 你知道我的风格 就是我会让你做某些事 可能某些地方 刚好是做不好 某些地方 在特定的状况 会有bug 类似的 那你要去改进它 然后呢 这个作业呢 除了做数值系统以外呢 它是你 撰写的第一个Kernel Module 这个Kernel Module呢 就是 它真的可以做Viponus的运算 而且呢 它有一个很酷的地方是 因为它执行在Kernel Space 所以它可以 几乎霸占的整个CPU资源 就是你只要愿意的话 它可以霸占CPU资源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Kernel一部分 Kernel是什么 Kernel是应用程式 跟硬体之间的桥梁 所以你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享受那种 就是什么 你是电脑主流的感觉 那是个很棒的事情 那当然如果你搞乱的话 Kernel就会crash 那不用太紧张 Kernel没那么容易crash 对吧 不用太担心 对吧 然后 而且你电脑也不会那么容易坏 不用担心 你顶多crash 重开机就好了 那虚拟机就重你按就好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 不要把当机想得太可怕 你回到台湾 当机不是看得多的事 不要太担心 然后 这个作业最酷的地方就是说 它就是你自己接触的第一个device driver 而且这个device driver有一定的复杂度 然后过程中 你会接触到Linux的虚拟档案系统的界面 然后 然后 然后呢 你会对 档案系统的基本认知 那就是 这个过程中 你会先有一些基本接触 然后这过程中呢 你还会知道怎么测量时间 这个测量时间呢 是很tricky的事情 因为 我们在user space呢 是透过 get time of day 或是说clock clock get time 这样的一个函式 来得到时间的 但在坑统内部呢 其实我们也有机制呢 去得知时间 可是坑统内部得知时间的机制呢 其实跟你想的会不一样 就是我们要搞清楚说我们的 实践怎么产生的 就是说 从那个timers的interrupt 一路怎么到 我们人类可读的形式 那其实有额外的一个考虑因素 一样 那你要接触到Kernel的API 然后呢 再来是 你的电脑在执行的过程中 像你写第一个作业 你就感受到 其实 为什么你没有拿到100分 那注意到那是故意的 故意的 因为很多同学拿不到100分 就觉得很干 对不对 但是就是故意的嘛 因为逼迫你去读那篇论文 然后去思考说 电脑到底是什么干扰因素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会告诉你说 我怎么去降低干扰因素 那这些要一些相关的提示 然后 那你排除干扰因素之后呢 然后又会统计模型 都会变化意 又是数学 所以我们从第一周呢 就让你复习你的统计 那很多同学说我以前没学过 没关系那就学啊 你在贡笔也不用写说 这是我第一次去 不用 你在资讯科技的领域 一天到晚就在第一次 好 然后呢 然后你就要去理解 它在运作 然后底下有一些议题 注意到 我们今年的这个作业呢 跟去年跟前年 跟大前年 其实又会有蛮大的调整 好 因为就是有些东西已经被作烂了 所以我就不出了 好 那我可能会做一些额外调整 好 然后呢 Quiz3就是 就是本周 我们在那个 2月28号 还有3月2号 好 那我们都会有测验题 好 那这测验题就变新的作业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上面讲的这几个部分呢 有录影 请你花时间看它 好 然后 注意到呢 林斯科诺里面呢 其实也有用到地回 就是我们在台湾呢 有时候有些论坛呢 会讲一些 也不能说错啦 就是说 可能10年前 摆在10年前 或者摆在某些场景 会对的 因为台湾很多所谓的 资讯科技前辈 他们的产业 他可能是那种MCU Micro Control 或者说那种 4位元8位元那种处理器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很难想象说 编译器最佳的话 可以做到什么好的等 什么等级 但反过来说我们今天 如果是锁定一个现代的 现代的处理器 现代的硬体 最新的Linux技术 那其实呢 你就要了解到编译器 其实可以做很多事 那在这个讲座里面呢 其实有跟你讲 编译器最佳化呢 可以做到很厉害的事情 比方说有个东西 叫Tailcore Optimization 对 这个东西很厉害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可以做非常多厉害的最佳化 所以 你的程式码 如果用地回来写的话 其实不会输给 不会输给 用Iterates 就是这种 迭代的方式来写的 然后呢 你写第一周的作业 应该有 第一周的作业 然后我们有个随狼测验嘛 随狼测验就是讲那个 我们给大家那个 一个 non-recursive的版本 让你发现 recursive的版本跟non-recursive的版本 其实 recursive的版本 有可能会比non-recursive来得快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 就看你怎么写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 我希望在这个讲座 让你了解到 其实我们的考虑数是 是蛮多的 然后 而且呢 原本的用 用那个迭代方式 使作的方式 其实也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迭回方式去写 那迭回的话呢 善用的话 你可以把原本的 表示是很漂亮的 把式作出来 比方说 Fibonacci的定义 可以很清楚这样写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要那个 你看上面用是 迭回方式写的 那底下用迭代 迭代方式来做的话 你会发现 诶 就没那么优雅 就有点烦 那 这两者是可以互换的 然后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些编译器 甚至有些虚拟机器 是可以把上面 这个上面 在执行时期 把它换成下面 这个可以快很多 这个运算 然后 然后这边注意到 这边要看到这个 Tail code recursion 就是讲到 涉及到最佳化 然后这个东西也跟 编译器 还有 包含书林斯克农 里面的运作机制 有关 所以要看它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是 前置处理器 这个东西也是酷 一样有录影 那这边要了解的地方是 你要了解一些很有趣的机制 比方说两个警号 两个警号 叫 contination contination 那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连接起来 然后来看它的利用 就是 你看上面这个 这个词字码 会展开 上面这段词字码展开之后 注意到我用词叫展开 就是前置处理器它不是程式员 它不是图你完备的 它虽然看起来好像可以做程式员的事情 但是它不是图你完备的 然后呢 这边呢你看哦 就是呢 我有这样的剧集呢 我先定义这个 这个剧集之后呢 那我这样子用 就是我这样用的话 你会展开这下面的程式码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呢 去产生程式码 产生或生成程式码 当然这个产生跟生成的 跟那个AI的那个 或是那个Chair GPT啦 或是那个那个 什么那个Diffusion那种 插起来就插太多了 我们讲的只是什么 只是机械式的产生 好 然后呢这一样啦 就是请你去善用它 因为我们在后面呢 会大量的看到它的使用 Linus Kernel 大量的这个 拒绝 就是大量前置处理器的使用 然后你会看到各样拒绝的展开 然后接着GoTo 这个东西也超重要 Linus Kernel 里面呢 大量的存在GoTo Linus Kernel 里面 大量存在GoTo 而且那里面呢 用的法呢 已经是那种很特别的 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叫 Diff's Device 那这个东西呢 你看到 其实Linus Kernel 一类的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应用 好 相当的程式码呢 有个酷的地方是什么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呢 这个在Count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什么事呢 我今天想要做这个 欸 我们直接把这段程式码搬过来 好了 看到这段程式码呢 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段程式码呢 很酷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呢 OK 好 我们来玩玩看 好 你看到这段程式码 然后 seio 然后 就是 就是 这是从那个已经有的程式码搬过来的 所以那个 所以有些名字你可能不清楚 那是取决于那个 取决于程式码怎么识做的 好 然后呢 8 好 那我们来看到 K 大家可以看到 注意到它的那个switch case 欸 后面没有break 对不要怀疑不是没有break啊 就真的没有break啊 不是不是不是写错啊 是吧 像我小时候呢 看到别人写这样程式码 我就偷笑 啊 笨蛋啊 他乱写 被我玩快了吗 尴尬 来来来 嘻嘻嘻 哎呀我的嘻嘻被我玩快了 欸 哦 嘿嘿 好 你看哦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欸来来来看程式码啊 我看 欸 从对角看好 好你看这个程式码哦 就说呢 呃 去看说这个 对八取数 对吧 然后呢有意思的地方是 因为它没有break 所以呢你看哦 这边呢 这边有1234567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把它做一些变形 就是把它改的比较 所以我们要加ARGC好了 TARGC 然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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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寫這東西也是給我的助教看的 給我的研究生看的 讓大家瞭解到要怎麼寫出一個精簡有效的程式碼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switch 就像這個 所以你看到這個程式碼我覺得很美 很美妙 我很喜歡 然後這個程式碼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先看它怎麼用 你看喔 這段程式碼是這樣 就是說我這個bus 這個bus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系統模擬器 所以那個系統bus我要去模擬 然後我們要先檢查它的範圍 就是不同範圍要不同的硬體 像這個clint 它就是一個中斷處理器 Pyc也是一個中斷處理器 Ur或是其他的周邊 然後如果都不是這些周邊的話 我就把它用在一般的rain的存取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會有遇到一個問題說 我又要寫出優美的程式碼 又要寫出高效的程式碼 這邊的話我們就有個技巧 就是說 因為如果我們這邊用for回圈 用for回圈寫出畫面中這些程式碼 其實有個問題就是大能branch 然後我這邊就寫個特化版本 特化版本就是什麼 就是說當輸入Size是64的時候 我就直接怎麼 我就loop and rolling 然後同理如果它的輸入是32 我一樣做loop and rolling 如果是16的話我就做這個 所以我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我就可以避開 我就會避免說 避免說因為存在loop 而降低效能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branch 會對這個pipeline 會有性能的折損 但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透過這種機制 又可以寫出一個相對優雅的 你不用寫個什麼roll的64 roll的32 roll的16 roll的8 不用 你只要一開始判斷 因為這一個判斷其實的成本很低 在我們這個講座 就是 這個 我們這個講座就是這個 要怎麼講座呢 7元 GoTo流程的控制 其實就跟講Switch case Switch case背後是什麼 Switch case背後其實它是個表格 就是它有提到這個 它的那個 實作考量 它其實它本質上也是GoTo 但是GoTo 它有搭配一個jump table 去實作 所以意味著說 剛才這段程式碼 它搭配那個jump table 其實可以很有效率的實作 但是你又不用寫一大堆 function 因為function扣也是有成本的 就算是inline function 其實是有一定的代價 但是這邊來講的話 就可以搭配這個技巧來做 所以注意到這邊 完完全都是西語言的 合法的西語言 但是那就是技巧 所以你欠缺的網友 就是欠缺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有單 有專門的講座去找這些事 所以其實你要了解這個 Switch背後的GoTo考量 那底下呢 一樣這裡有錄影 有一些相關的解說 甚至底下呢 有跟你講說 怎麼去做出一個call routine call routine 你說call routine 不是剛才講那個web server的時候講過 對 然後這就要搬出我們的主師爺 主師爺 克努斯 克努斯教授他的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你發現我們第一週也有講到這個 第三週也有講到 對沒錯 其實基本上每一週都可以講得到他 只是說代表實在太難了 以前比爾蓋茲他說過 如果有人真的可以把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讀完的話 把那一系列書 不是一本 把那個系列書讀完的話 把鋁表寄給我 我Microsoft會錄取你 就是強調這句話 就是因為這本書實在太難讀了 大部分人幫我 其實也是拿當枕頭 只是說醒來趕快看看 睡覺前趕快讀一讀 然後三根有夢書當枕 那就可以更多啟發 然後幫你說Linus Kernel在那裡 其實也有參考到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這本書 然後大概我們有個部分 是程式設計技巧 也請你花時間看它 總之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第三週 我們就正式的去講 這個並行來程式設計的議題 那我們之後 西元的部分 就單純講西元部分就比較少 不代表說沒有特別去講西元 而是說一邊探討Linus Kernel 一邊探討一些特定主題 不代表說Concurrency 或不代表說C Level Atomics 然後我也回顧西元 然後這時候開始的教材真的是 跟之前比起來又難一些了 就量可能也是很多 但是都是多的 但是難度其實是拉高滿多的 所以請你開始規劃 就規劃這個時間看怎麼去進行 然後注意到就是我們新的作業 新的作業請你在2月18號晚上 重新刷新 然後就可以看到相關的內容 然後就盡量做 然後也不用擔心什麼遲交的問題 反正就盡量做 然後在你擔心自己付出不夠的時候 又會有新的作業 反正就是前6週都是讓你這樣的步調過去的 然後我們在第6週快結束的時候 會讓同學統計 就看說同學什麼時候要期中考 統計一下 然後我們看怎麼去排除 然後到時候也會安排一些 一對一的討論 看怎麼去調整 針對你些許狀況 針對你遇到困難做調整 好 我們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 對 我們真的要來撿起袖子 要來幹大事的 期待